更高门之余帝被怀千里望张台之后臣与玄离 而并似将俊继儿童赴中朝及否匪中之所携日目却行 和前人之能及故想平身处途多感但已几年省故一望日 九桌死所存才成三十三卷养而不至方见学先之远亏 而不睹使之游圣之难指耻天人周章不侠不圣真之将 残过百使之归府指臣情形神耸月 王懒所上及善之赐两马四匹真父上将兜父 王赐前十万贯马二匹魏己以及圣还乡里终于家 于措心大德 于措自是遇会基于遥人也父孝曾成史心王资矣 措身长八尺资矣益胜伟博学有郡才游公草立成左卫将军 批至一千两百四十七 附增有盛名于世见措辞赐措卫人约于郎之文无以上 也是成为太学博士千永阳王济世及陈王静王广引为 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赵与秘书郎于世难著作作 郎与自指等转长周玉境等书时于部绰所比消地位长部 称善而观境不迁出为教书郎以翻底左右家宣会未迁 著作作《左郎语》于世难语自植蔡允公等四人常居静中以文 汉呆赵恩叛龙恰从真辽东地舍林海顿见大鸟之 赵错为名其词曰 为大业八年岁在人生下四月丙子皇帝底定辽结班 师镇居驾南园齐西迈行公赐于柳城县之林海顿烟 山川明秀时仙都也经门外设款跨重负账殿周师将旺 大鹤习亲陛下亲于景百灵随万福建速杀不必止 同宣皇之乡也卖汉宗于和尚想焚射以开金望盆银而载住 咬然素描述书亭间以盛德侠宣席别风与怀雨修复前 敢表重润于以波碧日晒光清云书彩六合开朗时周成 尽少选之间书烟灵感忽有祥情脚同出自消汗 凡然双下高于一丈长乃银寻迷霜灰于雨和鸡丹华于姿 据祥奉志起红千或绝或着宰妃宰指排淮殉扰 知此臣于不及灰情非应辅实乐我君得适用来一丝故 类仙人之奇迹观羽族之宗长熙王清鸟东海赤艳其可同 年儿与灾窃以鸣姬华月是乖邻寄济周山亦非敬美 尤方侧不敏遗闻可观旷盛得成功若思亦朔怀真未道 加此感通不捐明山安用明尘败鸡首感乐明云 来苏心愿帝自东真言赴雨姬乃玉轩银六诗薄伐 三寒素清行天罚赫赫赫明明文得上唱零五外包车图 不扰科特迷坐凯歌载路成功允朔反配海轩尊灵并赫 亭与海三世柱一眼指摇响霞宁秒数千里金台银雀云 批至1248 浮月至有感思应灵情笑指飞来清汉剧及划拳好英语 想好指水仙侠人训得习习偏偏绝迹无敏于万思年 地懒而善之命有思乐于海上已渡辽宫寿见结未处 是才人气魔所降下著作狼诸葛影以学业信于帝处美清无 知游是有戏地常问错于隐隐约于错粗人也地汉 知识礼部尚书扬选敢称为贵据须经理之语节不依之有 辍述从知游其族人于是难戒之约上信猜忌而均过后玄 敢若与绝交者地之君改悔可以无就不然终见获 辍不从寻有告辍以境内兵书借玄感地圣贤之即玄感拜 后即梅其家季妾并入宫地因问之玄感平常识与何人交 往其妾已于辍对地令大理清正善果穷至其事辍约姬 吕宝有与玄感文九谈款时无他谋地怒不解习辍且末 辍至长安而王力歹之即于是前渡将变姓名自称吴卓 由东阳底姓安令天水兴大德大德舍之遂于辍与人真田 相送应有时辍者而告知尽为力所值作斩将都十年五十 四所有辞父并行于是大德为令诸简群道圣的名和与辍具为使者所值其 七七约每见君无逆学士今日之事岂不哀哉大德效 约我本途托长者返为人告知无罪也死已谢错 会有诏死罪得以及贼自孝姓安立名义使者叩头约兴君 人命所玄兴君若去亦无姓安义使者留之以讨贼地怒 战施者大德权 王咒 王咒自成姬郎邪灵仪人也祖云梁太子瞻是富祥 陈门是郎咒少有意才是臣起家婆阳王法曹参军立太 紫色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静王广影为学士人寿莫从 刘芳及林义以公寿帅都督大业初为著作 左郎以文词为 批据1249 阳帝所种地长自东都还经诗赐天下大蒲英为五言诗照 咒和之其词曰和洛称朝是小寒十澳区州迎取副作 汉剑凤春摩大军包二代黄居胜两都招摇震东指天四乃 西区展领域帝市道要经无千门驻喊必四打眼车图 是杰春之木神高华时夫皇请感食物瑞斯属分于赵问百 年老恩龙五日谱小人和荣柱和犹达大卢地懒而善之 因为是陈约气高至远规之于咒词轻体润其在世机 亦密理心推与自知过此者未可以延师也帝所有偏实 多令济和与于作明同志友善于时后尽之事显以二人为 准的从真辽东尽受朝散代福咒信书律不伦自是才大 欲欲于薄患美富气零奥忽略时人为诸葛隐所及履赠之 余弟弟爱其才而不醉礼不上书 阳玄感须经与交述有其敌 吉玄感拜与于辍聚洗边咒岁王逆前还江左为力所补 作诸十年五十六所者慈父多行于是 咒兄自元公博学多通少有盛名于江左是成立 太子洗马中设人陈王宇宙具为学士阳帝即位受秘书 狼促官 宇自职 宇自职尹川人也负持成宇林间自职少好学审敬 寡欲是成立欲章王府外兵参军宣会即是陈王入关 不得调进王广文之隐为学士大业初受著作佐郎自职 解蜀文于五言诗由善性公圣不忘交由特为帝所爱帝 有篇章必先是自职令其底喝自职所难帝者改之或制 于在三四旗称善然后方出旗见清理如此后以本观之起 居设人士话及坐逆以至北上自载漏车中感激发并促 有文及时卷行于是 潘辉 批至1250 潘辉自博艳无俊人也性聪明少受礼于震酌 寿毛诗于诗公寿书于张冲奖庄老于张基 并通大意由经三史善属文能持论成上书令将总引至文 如知是辉一意总总圣进知是贺心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 令随浅魏但聘于成成人使辉皆对之但将反命为起于成 主曰敬凤红辞驱锤锤剑宋辉以为福奉为众敬 奉为清雀其其而不奏但立一曰驱礼注曰礼 主于敬师曰为桑宇子 必恭敬指孝经曰 宗庙至高又云不敬其轻位至辈李孔子敬天之 怒臣汤圣静日积宗庙吉仲上天吉高富吉尊君吉贵 四者同一静五经位有文不知以静为清静何所具 徽南之曰向所论静自本不全以为清但适用处书以成 通别礼主于静此事通言犹如男子官儿子之著 云成人静其名也春秋有记缺夫妻亦云相静 既与子则有静名之意再夫亦有静其之说 此可负并未及重乎 智若静谢诸公顾非尊的公子静爱指师兵友 静问静报迷见雷同静听静愁何观贵阁 知静之为义虽是不轻但静之与语则有时混慢晶云 静奉所已成仪了举意于未为身聚但不能对随 从而改燕及成灭为周博士情孝王俊文其名照为学士 常从俊朝经师在图令辉于马上为父 行一意而成名约束 恩父俊懒而善之父令为万字文并浅传及字书名为 运窜辉为续曰 文字之来上已出则西皇出正观相为已法天赐则使邪 左宣察提记而取得于是八卦原始姚文思作神用祭席 焚集深焉至如厕寿树和微出落绿体百简树薰华之 运精神欲字表音下之符显假是鱼姬谈吐卷针于孔氏 PG1251 莫不离包远尔记会幽名养邪神功辅照人士其制作也如 比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万代正名百物为生名之耳目 作后王之魔范宋美形容锤分传速记大随之寿命也追从 三五并要参城外正武功内修文德非因生而乐松带张 大定而名中顶春干秋雨胜礼乐于交响省俗观风采歌谣 于堂为我秦王殿下降临消极丙秀天机直润张文坚 辅辅复处诗早席颇属怀于炎至佩意先通美流神于所 尹尊如好谷三雍之队以求博物多能百家之功迷恰 由必名教于为徒使家以降请尹及则善除为驻管招贤 攀之助谱莲成于锦里奔数博于丘元博继无一片言辩 赏索以人家之粉物竟琢磨据报道梁各师名费于十岁 四火月禅仪则参驾物系灵光溢进前灵主找雀已跪 严全时人至之心烟霞发文采之至冰凉物及教义风靡 乃讨论群艺商略众书以为小学之加油多喘杂虽负周理 汉律物在贯通而巧说写此地生同且文而转立英柳 处下三仓及旧之流为存章据说文字灵之 属为别体形至于寻生推运良为一混浊古会经未争功 要莫有礼登生类履禁运及史判清拙财分公语 而全无隐聚过伤浅局师傅所需促难为用碎公于瑞子 要摘是非搓举红钢裁断片部总会就者创立心意申别 相从及随住世详之古训证以经史被包骚雅伯 千子及汉简云提为运窜凡三十卷乐成一家方 可藏笔名山附诸诗事件群域之为浅笔玄金之不定缘命 莫学至其兜续灰叶术以寡思礼弥丹心若死灰闻残身 企图以拳马食养飞走怀人感知颠沛之词遂操狂减之笔 而鲁赋经学处政多良士兮何之艳性不俏于所居东里 之才请能加于润色 批至1252 为己俊轰敬王广赋引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如转江都 及礼一部复令辉作续约 礼之为用至以待与天地同结明与日月照元开三本 体和四端朝居血处之前集蒙其礼文鸟记以后烧显其 事虽情存简易亦非欲薄而下造因应可得之也至如至 宗三礼之之司徒五礼之官邦国以和人神为尽道德仁义 非此莫尘尽退抚养去资安事若应徒有防止水起职 辟彼根弄君斯粉则而已栽自是属坑坟时遗憾未书孙 通之朔解高唐龙之博士专门者物及制作者风池杰文婆 被之调护起皇帝父以垂流遍方正位转熏华之力向坠 文武之宪章车书之所会通处近思应云与之所沾润无私 不韦东探时愧之福西度与灵之侧明兰太世演柏灵台 乐备武常礼兼八代上驻国太位扬州总管晋王卧章 之宝旅神明知德龙化赞结葬用显人的居周少夜观和 处云文云武多才多亦荣一而龙观赛朝福尔扫江湖收 当庄之管家已垫于六学网罗百世纪迹下之 绝鬼红四上之轮风则无影而不叹是有难而必踪至于彩 标率错滑锤单转行明长短如末是非疏朴汉灵之御灵 枯谈从之内业者所求之于是依所孝之意莫不成经变味 十诸气泡以为直闻地改损意不同名堂驱台之计 南宫东关之说正王徐赫之达崔桥何语之论 简叠虽迎经华盖先乃以宣条辖日听宋于成于情窥保之 香宁相关滔之案总阔由宿公披香朴山无意处政领题 刚去其凡杂错其只要乐成一家明曰将都及礼凡 十二至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数用比兴州军国之一存焉 人伦之计被以袭者蒙令后虽幻名翻成复出井入壁 拟成于之制度建独宰其用天子之礼乐求诸数作为文资 批至一千两百五十三 典方可涛之盼水赴比明山剑客时之非公吃玄金之遗漏 世之配王通论不独善于前修宁朔新书更追残于网 测辉姓楼人月舔游圣海谬陈恩奖感续该博之志云 阳帝四位赵辉宇著作左廊录从典太常博士主量欧阳 寻等著月宫阳宿传位书会宿轰而指寿金赵俊博士阳 玄感兄弟圣众之树相来往及玄感拜樊交官多离其唤徽 以玄感故人为帝所不悦有思熙指出徽为西海郡威定献主 不亦圣不平行至隆西发病促 杜正玄帝正藏 杜正玄自圣徽其先本经赵人八世祖慢为十赵从事 中郎英家于叶自慢至正玄士以文学相受正玄游聪明 博社多通兄弟数人聚位若冠并以文章才遍及圣三合之间 开黄墨举秀才上书是方略正玄应对如想下笔成章谱 涉阳素负财傲物正玄抗此仇对魔所屈挠素胜不悦久之 惠灵一白素促照正玄使者相望及至极令作父 正玄仓族之计远比利成素见文不加使之音令更拟 诸杂文笔识于调又接力成而此理华善素乃探曰此真 秀才无不及也受晋王行参军转遇张王济世促官邸 正藏 正藏自为善由好学善属文若冠举秀才受纯周行参 军力下一阵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赵举秀才兄弟三人举 以文章一时一阙 论者荣之者卑磊名宋师傅百于偏佑者文 张体是大为后境所保时人号为文贵乃至海外高百 记忆共传习称为度家新书 常德志 经兆常德志博学善属文官至秦王济世及王轰过故 公为五言诗词礼悲壮胜为识人所重负为兄弟论 批据一千两百五十四 毅力可称 隐世 何间隐世博学解属文少有令问人受中官至汉王济 是王胜众之极汉王败是自杀其族人正清燕清具有俊 才明显于是 刘善经 何间刘善经博物恰文由善此比利是著作左郎太子 设人者愁得传三十卷珠流谱三十卷四身指规 一卷行于是 祖君宴 范阳祖君宴上书仆设孝真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辞呢 色有才学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左郡献于敌让因为理 密所得密圣礼之属为祭是君书于习皆臣于其首及密 拜为王氏冲所杀 孔德少 惠姬孔德少有亲才官至景臣县陈斗见得称王属为 中书令专典书席即见得拜福诸 刘斌 南阳刘斌婆有此早官至姓都郡司公书左斗见得属为 中书社人见得拜福为刘踏中书侍郎与刘踏王规突绝部 之所终 使臣约为文有言古经文人类不互细行先能以明结 自立性以王咒于挫之背催标效意之轮或经弃腹 才遗落世事或学幽命薄调高位下心寓意而孤奋至盘 还而不定孝傲是拖略公卿是知拓持见以及邪无物 不读汉阳照依平原迷恒而已故多离旧毁先刻有忠然其 学社积古文词遍并邓灵之一知昆山之骗欲已有随总 批据一千两百五十五 一环宇的人为圣秀之共不过十数正玄坤纪三人欲焉 华二相要义为男兄弟义 批据一千两百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二 隐意 自诏有书气绵力百王虽时有圣衰未尝无隐意之事 故意称顿是无闷又曰不是王侯施云角 脚白居在比空谷里云如有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王 侯与曰举一名天下之人归心焉虽出处殊途与末 用各言其智皆君子之道也红衙照其史基山善其风 七人作乎周年四号光乎汉日未尽已将其流于广其大 者则倾天下系万物其小者则安苦劫甘贱平或与世同臣 随波兰以巨士或为时角俗望江湖而独往霞丸与鸟左右 情书时一粒而知落毛饮食权而应松播放情宇宙之外字 足怀抱之中然皆心心于独善先及及于奸继而受命者亡 守闻令主莫不数薄交持蒲伦结者奔走严谷唯恐不逮者 何哉以其道虽为弘志不可夺纵无洲即之宫中有贤真知 操族以利诺夫之至习贪尽之风与夫狗得之徒不可同年 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者也顾续其人猎其 行以背影一篇云 李世迁 李世迁自子曰赵俊平及人也调丧父侍母以孝文 母曾呕吐以为中毒因贵而长之伯父为其周次使申索 街上美称曰此而无家之言子也年十二位广平王赞 批据一千两百五十七 批开府参军事后丁母幽居桑鼓立友解释宋是不慎哀儿 死是千福却舍宅为迦兰脱身而出一学请业严经不卷 遂博览群及奸善天文术术立布上书新术照属原外郎照 郡王瑞举德行皆称及布就和事开议众其名将奉朝廷拙 为国子继九世千之而故辞的免遂有天下至不适自 以少孤未尝饮九十肉口无杀害之言至于清兵来翠折成 孙祖对之为座终日不倦礼是宗党豪胜美至春秋二社 避高慧及欢无不审罪宣乱长及世千所胜赚赚迎前而先为 涉鼠为群从曰孔子称鼠为五谷之长寻清一云时先鼠祭 古人所上荣可为忽少长肃然不敢持舵退而相畏曰 既见君子方绝无图之不得也是千文而自责曰何乃 为人所书顿至于此家父于财公处节俭每以正师为物 周里有丧事不伴者是千者奔走父之随伐公继有兄弟分财 不君志向细宋是千文而出财补其少者令与多者相列 兄弟愧聚更相推让醋为善事有牛饭其甜者是千千至良 处似之过于本主望讲道义其和属者莫而必知其家同常 直到宿者是千为欲之曰穷困所致亦无相则拒令放 知其奴常与乡人懂正因罪决力正恶其侯必于手下正皇 据请罪是千为之曰清本无杀心何为乡泄然可远去 无为力之所居信宽后皆此类也其后出诉数千十以待 乡人执年古不登债家无以偿接来至谢是千曰无家 于宿本徒正善祈求力栽于是西兆债家为设九十对 知凡契约债了以信物为念也各领罢去明年大首 债家珍来长千千巨之义无所受他年幼大几多有死者 是千庆结家资为之谜周赖以权活者将万计收埋海谷所 见无一致春又出两种分给平伐赵郡农明德之府其子 孙约此乃里参军仪会也或为是千曰子多应得 批之一千两百五十八 是千曰所谓应得者何有耳明以读文之人无知者经 无所作无子皆之何应得之有 是千善谈旋理常有一刻在座不信佛家应报之义以为 外典无闻焉是千玉之曰 击善于庆饥饿于央高门呆风 扫目望丧起非修旧之应邪佛经云轮传五道无负穷以此 则甲亦所言千变万化为始有即忽然为人之位也佛到位 东而贤者已知其然已知若滚为雄度与为绝包君为 牛哀为君子为小人为缘彭身为始如意为犬 母为宣武为邓爱为牛须薄为于林下为巫书身 为蛇阳护前身理是之子此非佛家便受行之为邪可 曰行子才云起有松波后身化为出利谱以为然是千 曰此不类之谈也便化皆由心而坐目起有心呼可有 问三教幽劣是千曰佛日也道月也如五星也 刻意不能难而止 是千平生喜为勇怀施者悔弃其本不已是人又常论行 法夷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言格不同字可损意 无为顿改经之赃重者死 是酷而不成也与曰人不畏死 不可以死恐之于为此罪 以从肉行乐其依旨在犯者断其 又万流行乐去又守三指又犯者下其万小道以情又犯则 若其所用三指又不圈下其万无不止也无赖之人窜之鞭 亦直为乱皆是所以照荣以非求智之道也薄亦引游道 之蒙也静而不止情之则可有使者颇以为的智体 开黄八年终于家十年六十六兆郡是女文之末不留 替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参君死呼惠葬者万余人乡人 李景伯等已是迁道者邱元条其形状意上书审请先生之事 世请不行遂相与树碑于目 其妻犯阳如是亦有负得及夫中后所有负赠亦无所 批至一千两百五十九 受魏周礼父老约参君平生好诗经虽亦莫安可夺其志 灾于是散诉五百十以振穷乏 崔阔子则 崔阔子是玄柏林安平人也父子原燕周司马阔 少姑平儿母见由是不为帮族所出为李佐吕逢屈辱于 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览书及多所通设山东学者皆宗之 既还乡礼不应辟命与郡礼是千为妄言之有美乡往来时 称崔礼即是千死阔枯之痛为之作传书之秘符是千 七卢是寡居美有家事则令人资阔取定郭长者论言行名 知礼其义圣经文多部载大业中终于家十年八十有 子曰则 则自祖俊七岁能属文容貌短小有口才开荒出情 孝王剑之设策高地赵与诸如定里月寿教书郎寻转邪律 郎太常亲苏维亚众之母忧去直信至孝水将不入口者物 日征为河南御章二王室独美更日来往二王之地及河南 为晋王转纪是参军自此去御章王众之不已已则书约 习汉是西京梁王建国平台东院木义如林马清辞 五旗之关梅臣霸红农之首美兰史传长切怪之何乃拖略 关荣七池帆底已经望古方之雅至比二子者企图燃灾 足下博文强继勾身至远是汉城之三妾四射蒙山对梁 向之五车若吞云梦无凶清贤重视尽爱望皮仙住郭奎之 宫长至木深之礼经者重开土与更是山河地方七百劳 龙曲腹尘兼七十包举林姿大气南洋方开东河响的凤 非盖叶长居及带颜涅诸旅歌山贵之眼俭持竹之谈 鸾齐重贵也如比其风流也如此兴盛兴盛何乐如之高 世上经有怀德祖才谢天人多残子见书不尽一名四凡 此 批至一千两百六十 则答曰 一座福凤交书容旷飞恒心灵自施若乃李高相 戏管路斯而不解释富山海郭仆柱而未详至于 五色相宣八英凡会奉明不足欲章末之笔无杂之论 周宋聚敬于杨颖客之奏杨春谁堪负劫福为令 王殿下秉论天皇陈辉日观雅道贵于东平文艺高于北海 汉则马千销望尽则培凯张华姬树腾生时波美 望我清晨悠然路绝祖俊艳难坠客何硕舵有本无异于西 沿起有心于墓令未长巨盈应血悬头刺骨独论为取 披装不过银齿腹矿丧于见墓离或吕空举竹无尘穿 阳静气旦以燕囚马首薛阳鸡明六红一须班计造邪 泰山而超北海比报德而非难因昆仑以为持匹仇恩而反逸 忽蜀周同西瑞康水臣家门有江巷树以桃李珍江下 谁好有明烂吹仙桃何须别听但此旨意阳笋上亦下江 海索以称王丘陵为之不歹草直躺玉文高论则不允令名 杨修若切在下封一句窥纯得无任何代之至紧凤起以文 豫章德书赖米五十十病衣服前薄十净底文汉多臣 骑守王入东宫除太子帅而牵涉人及元德太子轰乙 即归于家后征寿起居涉人大业四年从驾焚阳公赐河阳 正蓝田令王谈于蓝田山的一域人长三尺四寸者大领衣 官则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则达约景暗汉文以前 未有官则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作也成建卫大司农如原名传 松高山庙寄云有神人以欲为形象长数寸或出或饮 出则令誓言长浮为陛下应天顺明定顶松落月神自建成 赶称庆应再拜百官赫天子大月次间二百匹从驾登 太行山赵问则约何处有阳长板则对约成暗汉 书帝里至上党湖关县有阳长板地约不适有 批至1261 达约成暗黄府是安传的书云太原北九十里有阳长板 地约是也因为牛红约催祖郡所谓问一之而 五年寿赵与诸如传区与图至二百五十卷奏之地不善 之更令于是积许善心眼为六百卷以附优去直循其令誓 是辽东之意受阳长使至辽东郡县明皆则之意也奉 照作东征纪九年除月望长使于十山东到贼封其地 令辅慰高阳乡国归守着八百余人十二年从驾江都与 文化及知识帝也引为著作郎称及不起再陆发及足于棚 陈时年六十九则与洛阳远善和东柳变太原王少吴 新瑶茶郎携诸 格隐姓都流超和尖流炫香善美应休假清谈尽日所者 慈父碑至十余万言传恰文至七卷八代四科至三十 卷位及诗行将都轻覆为微镜 徐则徐则东海谈人也又审敬寡是欲授业于周虹正善 三玄金于议论深善都亦则探约明者时之兵无其为 兵乎碎怀七尹之操杖策入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教 受则谢而遣之不取七长福金赫陈太监时应召来弃于 至真观其悦又辞入天台山因绝谷养性所资为松水而已 虽隆东还寒不服免续太父徐灵为之堪山立诵出在静云山 太极真人徐军将之约入年初八十为王者施然后得道 也进王广阵阳州之其名首书照之约夫道的众庙 法体自然包含二一混成万物人能宏道道不虚行先声 吕得养空宗玄物申明意味小达法门月姓冲玄仪神 须白参松耳树七席烟霞望赤尘而呆风云游玉堂而驾 奉虽赴藏明台月游且藤时将怀疾圣家游有劳物媚清 陈宿道九姬须经测席幽人梦想炎血双风以冷海气江 批至1262 寒眼席茂陵道体修玉席商山四号清举汉亭淮南八宫 来一番抵骨经虽山谷不舒适朝之隐前嫌已说倒凡 树圣非先生而谁顾遣使人往彼言请向无劳树带奔然 来思不带蒲伦去彼空古西能屈己驻望披云则未门 人约无经年八十亿亡来照我徐君之之姓而有真 于是遂亦扬州晋王将请受到法则此以时日不变其后系中 命逝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一致于五根而死之体柔弱如 身亭流树寻颜色无变境王下书曰天台真影东海徐仙 身须却居宗冲玄成德雾处外减行安生草贺仆依 参松耳树七颖零月五十余年卓以仙才飘然盛气千寻 万请莫测其雅寡人清晨到风酒参德肃平浅时呼远词 严屈记得前受上法事件良缘至此府耳未烟寻日宴成 与化反真灵府身体柔软颜色不变京方所谓师姐的先者 在臣妇师里为生而兴许有在虽旺达化由创于怀桑室 所资随须攻击霓裳与盖际且藤云空果于依据及焚笼 但仗为尤存世同俗法依浅使人送还天台定葬事时 自将都置于天台再道多见则图不云的放海至其旧居取 经书道法分仪地子人令尽扫义房约若有克制遗言 知于此然后跨时良而去不知所知需于施旧至方之 其灵化十年八十二进王闻而易之凤物千断浅公图 其壮茂令柳辩为之赞约可道非道常道无名上得不得 智德无盈玄丰善以而有先身宿炼今夜以神玉清十岁 方软云丹玉成岩锥阁至江旅茅盈我望遥蜀元赶凌晨 驻下赞起和尚沈金流浮告信化障非生永思灵纪合用 抒情时批宿慧如灵赤城 石友建安宋玉全汇姬孔道茂丹阳王远之等异形屁股 以松水自己皆为阳帝所重 批据1263张文许 张文许和东人也赴居开黄中为环水令以清正文 有书数千卷教训子直接以明经自达文许博览文及特经 三里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席 美好正玄柱解以为通伯其诸如说一皆详咎焉高祖影 至天下名如硕学之事其防徽远张众让恐龙之徒并言之 于博士之位文许石犹太学徽远等莫不推幅之学内昔然 贤共宗养其门身多亦文许请直您至文许哲博影证巨辩 说无穷为其所则至书是欲使皇府但亦时朝艳恒直弟子之 李氏至南台俱士所成马就学邀屈文许每千马不敬意 再不因人以自治也又仆设苏微文其名而照之语与大悦 劝令从观文许义不再事故此焉人授莫学费文许策账 而归冠原为叶周俊平举皆不应命是母以孝文美以德 化人相颇宜风俗常有人夜中切意其者见而必知道 因感悟气而谢文许未遇之自恃不严顾令持去经术 年道者向相仁说之始为远近所惜临家住强心有不值 文许应悔旧度以应之文许常有邀及会依者自言善尽文许 令静之遂为任所伤至于顿服床整依者叩头请罪文许句 浅之因为其隐蔚妃妻子曰无佐风眩落坑所致其眼 人之短阶此类也周献以其评宿将加正序者此不受美 贤居无事从容常探约老冉冉而将至恐休明之不立 以如意及机皆有处所时人方知名子千元献烟终于佳年 四时相仁为力悲诵号约张先生 使臣约古之所谓隐译者非服其身而不见也非避其言 而不出也非葬其至而不发也盖以田淡为心不脚不媚安 时处顺语物无私者也是千等望怀因免至丘缘引不为 清真不觉俗不教而劝虚往时归爱之如父母怀之如亲 批至1264 其非有自然之纯德其俗能至于似乎然是千文欲不喜文 许见商无运许则志在审明不可清书莫能贵见皆报普之 是以摧阔感于屈辱岁以肥顿见称祖俊文集之美族已可 龙仙够父子虽动尽书方其余成名亦也美哉 批至1265 列传第43 艺术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续者也不适所以绝嫌一定有 欲者也依乌所以欲要挟养性命者也因律所以何人神结 哀悦者也相述所以便贵见名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力气用 既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名设教旧续灾换尽止赢邪 自三五则亡其所由来久已燃席之言阴阳者则有机子弊 造子圣子为小阴律者则施旷施至薄衙度魁续 补士则始扁时苏严君平司马记主论相述则内史书 福姑不子清唐举许许复语一则文质扁记贤华 脱其巧思则西众莫宅张平子马得横凡此诸君者 仰官府查探则所引语优为丝谋造化通灵入妙书才 绝记或红道以记时或隐身以利物身不可测顾无德而称 焉禁谷舍乎思数者先有存夫真意多似其淫辟后乌天道 或变乱阴阳屈臣君欲或假托神怪淫或明星碎令时俗妖 而不凡其真性生离灾独末的寿终而死亦成而下意 在资乎立官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续其玄妙或 即其淫但非图用广文将以明乎劝戒是以后来作者或 相祖数顾经义彩其由助者列为艺术偏云 与记财子直卢太义耿寻 与记财自书一心也人也八世祖涛随禁原帝过江 批至1266 官至散其常世风碎昌侯应家于南郡江陵县祖生梁楚氏 与宗人一名赴曼茜光陆清祭财又隐悟八岁宋尚书 十二通州一好战玄相居桑以孝文梁颅林王姬辟荆周 主部湘东王义众其数议引寿外兵参军西台剑类千中书 郎领太史风宜昌县伯继财故辞太史原帝约翰司马 千利士师长卫高唐龙游领此职不无前例清和淡焉地 亦颇明心力因供养官从荣卫继财约正由律或起萧强 何方可习记财约请天相告辩情将入隐蔽下遗留种 陈座镇金闪整配还都已必其换甲令结扣青醋指诗经 相在于设计可得无律必酒停留恐非天意也递出然 之后与吏部尚书宗陵等义乃止额而将灵线灭尽如其言 周太祖一见祭财身家优礼令参长太史没有真讨恒 御是从次宅一区水田时请并奴婢牛羊食物等位祭财约 亲是男人为安北土故有此次者欲绝亲难忘之心仪 竟成是我以富贵相达出隐兜之县也依观世人多眉 为见祭财散所赐物够求亲顾文帝问何能若此计 才曰蒲文为客香阳先昭渡敬平见夜喜的事横罚 国求贤古之道也经营都腐败均性有罪尽生何就皆为 见利比人积履不敢言臣切哀之故熟购尔太祖乃 物约无之过也为君遂师天下之望应出令免粮服为奴 避者数千口 五成二年与王鲍宇姓童补林只学士类千稍伯大夫 车其大将军一同三司其后大总载与文护执政位祭财约 彼日天道有何真详祭财对约何恩身后若不敬言 便同牧师请上台友便不立载府公仪归正天子请老司门 此则自想其遗而受但是之美子孙帆平中宝为臣之故 不然者非父所知护审饮久之位祭财约无本意如此 批据1267 但此未免而公祭王冠可依朝利无凡别参寡人也自 事件书不复别见及护灭之后月其书记五帝亲自领检 有假托福命望造端者皆至诸禄为的记财书两指圣言 伪后灾祥以反正规权地位少宗伯胡思真约与记财至成 仅确胜的人臣之理应次诉三百时博二百断千太史中 大夫赵转临台密院加上以同丰林尹博一六百户 宣帝四位加票其大将军开府以同三司增议三百户 及高祖为丞相长叶照记财而问约无以拥须受资雇 命天时人士轻以为何如记财约天道经为难可矣 查切以人士补知福照以定记财纵言不可供其负的危机 尹之士乎高祖默然九之应举手约无精辟有其成 不得下以因次杂彩五十匹卷二百段约会供此亦 宜善为司之大定元年正月记财言约今月勿须平淡 清气如楼却见于国城之上而而辩子逆风息行气经 云天不能无云而与皇王不能无气而立经王气已见 虚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有居天之正位位之二八之门日 这人均之相人均正位移用二月七月十三日甲子甲为 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臣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 其日即是经浙阳气壮发之时习周五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 享年八百汉高地以二月甲五级地位享年四百故之甲子 甲五为的天数今二月甲子已应天寿命上从之 开皇元年寿通直散其常世高祖将千都业与高窘苏 威二人定义即才但而奏约成仰官玄向府查图记照 允习必有千都且遥都平阳顺都记土士之地亡居之事 代不同且汉淫此成经经将八百岁水皆不胜宜人 愿陛下邪天人之心为千禧之计高祖恶然为炯等约 是何神也遂发造诗行购卷三百段马两匹敬绝为功 批据一千两百六十八 未继才约正自经以后信有天道已于是令继才与其子 直传垂向地形等至上未继才约天地密奥推测 多图直见不同或至差传证不欲外人干预此事故使功夫 子共为之也即书成奏之次米迁十卷六百段九年初 为君周次史册书史将将九番十亿以继才数亿精通有照 海伟就任旧才以年老平表去纸美将优旨不许会章奏玄 例行即原冲言日影常上已问旧才旧才因言冲谬上大怒 由是免只给半路归帝所有详长使人就家访阉人寿三 年促十年八十八 既才局量宽宏树叶幽博赌于信义至好兵游长吉日 良辰与狼牙王包棚陈流和东培镇及宗人信等为文九 知会赐有刘真明刻让柳辩之徒虽为后尽一身有款 转临台密院一百二十卷垂向至一百四十二卷地形 至八十七卷并行于世 与职自行修少而明明早有至上八岁宋良氏祖玄 懒岩智等时腹败同子郎氏周阳王济世开黄元年 除凤朝请立焉灵令千龙周司马大业出售太史令操旅 真确立言中耿美有灾必只是面臣而阳帝信多即可 王兰亦被猜贤至子简时为王属地位直约辱不能依 心事我乃使而是王何向被如此邪直约臣氏陛下 子氏王时氏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氏出售河水 令八年帝清伐辽东真义行在所致临于夜见地位直约 正臣先旨亲时高度其土地人名才我宜郡清矣 唯客不致对约以臣管窥罚之可克切有余见不愿 陛下亲行帝坐色约正经总兵致此其可畏见贼而自退 也直又约陛下若行律损君微臣由愿安驾住此命 肖将勇士只受规模被盗兼行出其不意事一再速缓必无 批据一千两百六十九 公帝不约约辱既难行可住此也及失还受太史 令九年父真高又问直约经断付何如对约 陈时于迷游直前见陛下若轻动万臣迷费时多地怒 约我自行上不能克制遣人去其有成功也遞遂行计 而礼部尚书阳选感距离阳返兵部侍郎胡思正奔高地大距 距儿兮还未直约亲钱不许我行为此而经者选感其 陈时乎直约选感帝是虽隆德望飞速因百姓之劳苦 既侥幸而成功惊天下义家卫义可动地约迎货入斗 如何对约斗处之分玄感之所封也经火色衰血 中必无成十年地自西京将往东都直见约比岁伐辽 明时劳必陛下移政府官内使百姓立归农三五年监令 四海少的封时然后寻审于是唯宜陛下司之地不悦 执辞及不从地纹之路浅使持船所执意行在所致东都 照令下御境死狱中 子简易传父业兼有学时是立香武令元德太子学士 王属易宁初为太使令时有卢太义耿寻并以心立之 明 卢太义自携招和奸人也本姓张愁是七岁一学日 宋树千言周礼浩曰神童及常贤居味道不求荣立伯宗 群书园及佛道皆得其经为由善战后算力之术隐于白鹿 山树年喜居林律山诸于见寝业者自远而致出魔所聚后 但其繁逃于五台山的多药物与弟子树人如于言下骁然 绝世以为神仙可治皇太子永文而照之太义之太子必不为 四位所清约无拘逼而来不知所税嫁也及太子费 作法死高祖习其财而不害配为官奴九之乃是其后 木芒以守摸书而知其自仁寿莫高祖将必属仁寿公太义 故见不纳至于再三太义约成于其感世词但恐是行轮 批之一千两百七十 于不反高祖大陆系之长安玉其孩而展之高祖至公寝 吉林崩位皇太子曰张仇义非常人也前后言侍卫 长不忠无来日道不反经果至此而一世之极阳帝极 为汉王亮反帝以问之达约上基悬向下参人是何 所能为为己量果拜帝长从容颜及天下士族为太义约 清姓张仇四月之咒与卢同源于世次姓为卢世大 夜九年从嫁至辽东太义言于帝约里养有兵器后属 日而悬赶反书文帝圣之术加赏赐太义所言天文之事 不可称树关珠秘密是末的文后属载醋于洛阳 耿寻自敦性丹阳人也滑稽便给技巧绝人成后主 知事已刻从东恒周次始亡勇于岭南勇促寻不归遂与朱 岳湘节皆得其欢心慧郡里反叛推寻为主驻国王世姬讨 情之最诸自言有巧思是姬是之以为加奴九之鉴 其故人高至宝以玄向直太史寻从之寿天文算术寻创意造魂 天一步假人力以水转之师于暗世中使至宝外后天时 何如福气是姬之而奏之高祖配寻为官奴给史太史局后 四属王秀从网易周秀圣信之即秀废付诸何愁言于 高祖曰耿寻之巧思若有神成成为朝廷席之上于是 特缘其最寻作马上克漏是称其妙阳帝即位近期弃帝 善之放为良明岁于寿右上方属监视七年车架东征 寻上书约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帝大怒命左右斩之 何愁苦见的免及平壤之败地以寻言为终以寻守太史臣 宇文化即逝逆之后从至黎阳帝其妻约静观人士远查 天文宇文必败李氏王无知所归以寻欲去之为化 即所杀者鸟情战一卷行于是 维顶 维顶自超圣经兆度灵人也高祖玄隐于商山婴儿 批据一千两百七十一 归宋祖瑞良开辅仪同三司赋正门侍郎顶少通脱 博社经史明英阳逆次由善乡树士良起家乡东王法曹参 君遭负忧水江部入口者五日哀悔过礼带江灭幸福雀 为少林王主不侯景之乱顶兄昂足于京城顶父师出济于 忠心四囚观无所得顶哀愤痛哭忽见江中有物流至顶所 顶妾之王见乃新官也应以充恋原帝文之以为京城 所赶侯景平司徒王森便以为护草属立太尉院大司马从 是中书侍郎 陈武帝在南徐州顶望弃之其王岁继奴燕英卫陈武 帝约明年有大臣诸死后四岁良其代中天之力属归 顺后席周灭英士风归满于晚秋其义子孙英为臣氏蒲观 明宫天纵神武济绝统者五乃是乎武帝英有徒僧便意 闻其言大喜英儿定策即受禅拜门士郎儿千丝农卿 司徒又常使征为将军领安又静安王常使行辅国事转庭 为清太监中为聘州主使加散其常使循为秘书兼宣远 将军转临海王常使行吴兴郡市入为太府清智得出顶 静直霍田宅玉居森寺友人大将清茅彪问其顾达约江 东王弃静于此以吴语尔藏长安其运江及顾破尔 出顶之聘周也常与高祖相遇顶为高祖约观公荣 茂顾非常人而神间深远亦非群贤所待也不久必大贵 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为直公乡不可言怨生自 爱及陈平上持照之寿上以同三思待遇胜后上美誉 公王宴赏顶横玉燕高祖常从荣卫之约为是康宇公乡去 远近顶对约成宗族分派南北孤爵自身以来未常 访问帝约公百世青族和的尔也乃命官给九瑶 浅世康宇顶海度灵乐饮食于日顶乃考校招募自处太妇猛 以下二时于是作为是朴妻卷时蓝玲公主寡上为之求 批至一千两百七十二 夫选亲为柳树即消等已是与顶顶约丰侯而无 贵妻之相树亦通显而守卫不忠上约为由我而 遂以主将树上又问顶诸而谁得四达约至尊皇 后所最爱者即与之非诚感欲之也上孝约不肯显 言乎 开皇十二年除光周四始以仁义教导物红清静周中 有土豪外修蝙蝠而内行不轨常为节道顶于都会时未知 约清是好人那乎作贼因调其图谋义斗留其人精 聚集自首服又有人刻由通主家之妾及其孩去妾道真 物于夜王寻于草中为人所杀主家之客与妾通应告克杀 知献司居问句的奸状因断克死欲成上于顶顶懒之 约此刻时间而杀非也乃某四僧俭妾道物令奴杀之 脏在某处即放此刻浅眼森并脏物自恃不内肃然不 言称其有神道无时已循追入今已年老多病累加忧 四请之促年七十九 来何 来何自洪顺经照长安人也少好相述所言多艳大 总在宇文护影之左右由氏出入宫青之门出为下官府下市 类千少补上市构绝安定湘南千姬搏下代府进风还水陷南 高祖为时来一河湘河带人去为高祖约公网友四海 即为陈相拜以同济寿禅绝为子开黄墨和尚表字 陈曰 陈早奉言自周代天和三年以来树蒙陛下顾问时 据言至尊因徒寿命光宅区与此乃天寿非由人士所及臣 无劳孝座至五平二十余年臣是何人敢不残聚于臣部 任区区之至景录陛下前之时臣有所言一的书之密府 死魔所恨习陛下在周常与永复公斗荣定与臣约我闻友 批据一千两百七十三 行身及时其人臣时及严公眼如属心魔所不照王 有天下愿忍朱沙建德四年五月周五帝在云阳公未臣约 朱公皆如所时随公相路何如臣报五帝约随公旨 侍首劫人可振一方若为将领臣无不破臣及于宫东南 奏文陛下为臣此与不忘明年乌晚鬼言于五帝约随 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之地有宜臣鬼报约是劫臣 更无相于时王义良艳光等之臣此与大象二年五月 至尊从永向东门入臣在永向门东北面丽陛下问臣约 我无灾账不臣奏陛下约公骨法气色相应 天命已有负 蜀未几岁总百魁 上缆之大月竟未开辅购物五百段米三百石的石请 何同俊涵则常议何相何为之约后四五的大关 人出不知所谓则致开黄十五年五月而终人问其故何约 十五年为三五加以五月为四五大关果也何言多词 内者相经四十卷 道士张兵教子顺艳门人董子华词三人高祖前 十并四位高祖约公为天子善自爱及剑座以兵 为华周次使子顺为开辅子华为上一同 萧吉杨伯丑林孝公刘佑 萧吉自文修良五弟兄长沙轩武王义之孙也伯学多通 由金阴阳算术将林献岁归于周围以同宣第十级以朝 正日乱上书切见地不纳及随受禅境上以同以本官态 长考定古今阴阳书及姓姑窍部于宫卿向沈福佑与阳素部 邪游士并落于士欲欲不得志见上好真详之说欲干梅字 静岁角齐记为岳魅焉开黄十四年上书约经年岁在甲银 十一月朔诞以新有为冬至来年以卯真月朔诞以更生为 原日冬至之日即在朔诞乐之徒真云天元十一月 批据一千两百七十四 朔诞冬至圣王寿想作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诞 冬至此庆亦也新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心得在柄此时 一月见柄子有得在迎真月见云为本命与月得和而居元 朔之首此庆二也更生之日即是行年以得在跟柄得在 生来年以柄是行年与岁和得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 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和得者必有福庆红返传 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未三长印 知者延年福及旷乃甲银部首十一月阳之始朔诞冬至 世圣王上元真月始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诞事岁之 元月之朝日之先加成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 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得所以领宝经云角英经 其坐日强来岁年命那英俱角力之与今如何福气又加 云以某天地和也甲银之年以新有冬至来年以某亿 甲子夏至冬至阳史交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 夏至英史四的之臣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得病干 知父与皇后人痛的知宰阳所以二一元气并会本成上 懒之大月次悟五百段 房陵王时为太子颜东宫多鬼禅属妖术剑上令及一东 宫阳斜器于宣慈殿设神座有回风从更的鬼门来扫太子 座己以桃汤为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又泄土余味的舍 谈为四门至五地座于时至寒有辉马从西南来入人门 身赤地座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之赏 似幽恰又上言太子不安慰时尚应欲费力得其言是之 由此每被顾问 即皇后奔上令及不则藏所及立誓山元至一处云 补年两千不是二百巨徒而奏之上约及凶游人 不在于的高尾附藏起步不忽国寻灭王正如我家墓田 批据一千两百七十五 若云不吉正不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地不战梅然静 从吉言吉表约去月十六日皇后山林西北基位名前 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障幕部 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捡校部武圣整日出乃灭同见者时 愚人谨暗藏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经黑气 东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吴江之后也上大月旗 后上将清临八并吉父奏上约至尊本命心有精碎斗窥疾 天刚临卯有尽暗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退而 告族人萧平众约皇太子浅于文左律深谢于云宫前称我 为太子尽有其焰终不忘也经补山林物令我早立我 立之后以富贵相报无忌之约后四载太子遇天下 金山林弃印上又临丧照意见以且太子的正随其亡乎 有真人出至之以无前代云不免两千者是三十字也不是 二百者取三十二运也无言信以辱其置之 吉阳第四位拜太府少清家为开府长行精华应见阳 宿种上有白气属天蜜言于弟弟问其故及约其后宿加 有兵或灭门之相改藏者数可免忽地后从容为阳玄 赶约公家以早改藏玄感义为之其故以为吉祥托矣 辽东未灭不皇思门之事为己而玄感义反足灭地迷信之 后岁于醋关者经海三十卷香经药路一卷宅经 八卷藏经六卷月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 香首版药绝一卷太一粒成一卷并行于世 时有杨博丑林孝公刘又具以阴阳术术之名 杨博丑逢义武乡人也好独一隐于华山开黄出 被针入朝剑公亲不为礼无贵 见乳之人不能侧也高足 赵羽与敬摩索达上次之衣服至朝堂舍之而去于世辈 八阳狂游行是礼行体购会为常志木常有张永乐者卖 批之一千两百七十六 补经师博丑美从之由永乐为卦有不能绝者博丑则为分析 摇向寻幽入为永乐皆福自以为非所及也博丑一开四脉 不有人尝试子就博丑试者卦成博丑约如子在怀远 房南门到东北壁上有清群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的 或者有经数两夫妻共藏之余后施经其夫一妻有至将 逐之其妻称冤以一博丑为事之约经在以西乎其 家人指一人约可取经来其人乃然应生而取之道 事为之常义博丑问及凶博丑约如物东北行必不得已 早还不染者阳素斩如头位己上令之常是汉王亮 而而上东亮举兵返之常逃归经师之常先与阳素有戏集 素平并周先访之常将斩之赖此免又人有失马来意 博丑补者时博丑为皇太子所照在图玉之力为座挂挂臣 约我不皇为亲战之亲且向西市东闭门南第三殿为我买 鱼座快的马以其人如此延须于有一人千所施马而 至遂情之崖周长进寸珠其使者应一之上心一焉照 博丑令是博丑约有物出自水中之缘而色光是大珠也 今为人所隐聚严引者姓名荣状上如言不择之果的本珠 上其之赐伯二十匹果子祭酒和妥常议之论一文妥之 言书然而孝约何用正玄王必知言呼酒之为有辩 达所说辞意皆先如之指而思理玄妙故论者已为天然 独得非常人所及也尽已寿终 灵孝公经照人也明天文算术高祖圣清玉之美颜哉 祥知是未尝不忠上应令考定阴阳观至上已痛者七起 图三卷地动同一经一卷九宫五目一卷顿甲月 令十卷元成经十卷元成二一百九卷百怪书 十八卷陆命书二十卷九公斤一百一十卷太一 世经三十卷孔子码头一博书一卷并行于世 批据一千两百七十七 刘又银阳人也开皇初为大都督封锁卢献宪其所 战后何如福气高祖圣清之初与张宾刘辉马显定立 后奉赵传兵书十卷明约经涛上善之父者应策尔 十卷关台飞后六卷玄像要记五卷绿历数文一 卷婚英至三卷辱至二卷士经四卷四十历 承法一卷安利至十二卷归正义十卷并行于世 张纽玄 张纽玄博海条人也博学多通由金术数计周四十兆 炯剑之高祖征寿云其未知太史参议律力是十倍多出其 下游是太史令刘辉等圣计之然辉言多不忠 纽玄所推不慎 经密上之令阳素与数数人立意六十一世皆旧法九难通 者令辉与纽玄等辨息之辉度口亦无所达纽玄通者五十四 焉犹是着拜员外散其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断辉及语 八人皆斥逐之改定心力严前力差一日内史通事严敏除上 严约翰时落下宏改专须力作太出力云后差一 日八百年有圣者定之计经相去七百一十年数者举其成 数圣者之为其在金乎上大跃渐渐轻用 奏玄所为立法与古不同者有三世 其依宋祖冲之于岁周之末创设差分冬至见一步循 旧鬼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良于广利立法贤冲之所差 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于一度奏玄以此二数年献玄 隔椎减古柱所施及多岁者中两家以为度法冬至所诉 岁别见以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则上和摇十日永星火赐浮汉 力速起牛出名其前后并揭秘 其二周马显造丙银原力有阴阳转法加减章分 进退时于乃推定日创开此数时数者多不能小张兵 因而用之莫能考证奏玄以为加十先后逐气参差九月为 批至1278 断于李卫可乃因二十四系列其银素所出时由日行持则月 逐日一级令和硕加十早日行速则月逐日少持令和硕加十 晚剪前代加十早晚以为损益之律日行自秋分以后至春分 其是速记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以后至秋分 日行持记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期之下集齐 绿也 其三自古诸力硕望直交不问内外入县便十张兵 立法创有外县应时不时由未能明咒旋以日行到岁 一周天月行月到二十七日有余一周天月到交落到美 行到内十三日有期而出又行到外十三日有期而入中而 复十月经到未知交朔望去交前后各十五度以下即为 十若月行内道则在道之北十多有燕月行外道在 道之难也虽欲正交无有眼应时多不燕岁因前法别 立定线随交远近逐气球差损易十分是皆明者 其超古读者有期是 其依古力五星行度接手横律剑幅阴缩西无格准咒 旋推之各得其真律和剑之数与古不同其差多者至佳 减三十许日即如银或平剑在与水气即均加二十九日剑在 小雪气则均二十五日虽减平剑以为定剑诸心各有盈 缩之数皆如此力但差数不同特其机后所知识人不能圆 其意志 其二诚心就律意中在剑凡诸古力皆以为然硬剑 不见人未能侧咒玄机后之诚心意中之中有十一剑集 同类感召相随而出即如尘心平尘剑在与水气者应剑集部 剑若平尘剑在起折气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尘有 木火土经一星者一相随剑 其三古力步数形有定线自剑以后一律而推进退 批据一千两百七十九 知其末知多少咒玄机后知五星尺速流退帧数皆与古法部 同多者至差八十余日流回所在一差八十余度即如银或前 即初剑在立东初则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剑在下至 初则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燕金谷揭秘 其四古力十分一平及用推验多少时数喊符咒玄 机后知月从木火土经四星形有向背月向四星急速 被知则持阶十五度外乃寻本率遂于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力加十数望同数咒玄机后知日时所在随 方改变棒正高下每处不同交有浅身持速一约十例 差皆会天象 其六古力交分级为时数去交十四度者十亿分去交十 三度十二分去交十度十三分每进一度十亿亿分交级 实际其应少反多应多反少自古诸力未吸其圆咒玄机 后知交之中月眼日不能近其时反少去交五六时 月在日内眼日便禁故时乃记自此以后更远者其时又少 交之前后在冬至接而若近夏至其绿又差所力十分最为 祥密 其七古力二分昼夜街等昼玄机后知其有差春秋 二分昼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持即迎缩使其然也 凡此昼玄独得于心论者扶其精密大夜中促观 许智藏 许智藏高洋人也祖道又常以母及遂懒一方因而 究极是昊明一界其诸子约为人子者常善事要不知 方树其未孝忽悠世世相传授世良官至原外散其侍郎 附警武陵王姿亦参军至藏少以一数字达世成为散其侍郎 即臣灭高祖以为原外散其侍郎 使一扬州会秦孝王郡有吉 上池召之郡夜中梦其王妃催世契约本来相迎笔文许志 批至1280 藏将至其人若道必相苦为之奈何明夜郡又梦催 誓约妾得既已入灵符中以必知及至藏至为俊枕 麦约即已入新郎八眼不可救也果如严俊树 日而轰上其其妙赖物百断阳帝即未至藏时至逝于家 帝每有所苦则令终使旧寻访或以搜营入殿符登御床制 藏为方奏之用无不孝年八十促瑜伽 宗人许臣义以医术显富世世梁太长城中军掌使 随柳仲礼入长安与姚森元明拜上以同三思臣有学时 传父业由近其妙力上要典欲建议大夫封赫川县伯父 此据以艺术民众于周随二代史诗世故附建云 万宝常王令言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附大通从梁江望陵归于后 附谋海江南市谢福诸游市宝常被配为乐护婴儿妙达中 绿变宝八因造玉庆以余又常与仁方石论及深调 十无乐器宝常应取前石器及杂物以注扣之品其高下宫 商被邪于私逐大为十人所赏燃利周济随聚不得调 开皇初配国公正义等定乐出为宗调宝常虽为零人义 等美照语亦然言多不用后亦乐成奏之上照宝常问岂可 不宝常曰此亡国之因其陛下之所疑闻上不悦宝 常应吉言悦深哀愿迎放飞雅阵之因请以水池为律以调月 弃上从之宝常奉兆遂造诸月弃其身律下正义调二律 并转月谱六十四卷剧论八音炫相为公之法改弦移注之 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生十人 以周里有炫公之义自捍卫以来之因者皆不能通鉴 宝常特创其是皆审之志士士令为之应手臣驱魔所宁 至见者莫不皆于是损意乐器不可胜计其身亚淡部 为十人所好太常善生者多排毁至幼太子喜马苏魁以中律字 批据一千两百八十一 命游记宝常奎复妇微方用事凡言乐者皆赴之而短宝常 数亿公卿愿望苏微因解宝常所为和所传授有意沙门未宝 常曰上雅好福瑞有言真详者上皆悦之先生研究胡 森寿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应律则上毕月先生所为可以 行以宝常然之岁如其言以达微微怒约胡森所传 乃是似宜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尽请宝常常听太常 所奏乐渲然而弃人问其故宝常曰乐身盈利而哀天 下不久相杀将近十四海全圣闻其言者皆为为不然大业 知末其言促焰 宝常平无子其其因其卧及遂窃窃其滋物而逃宝常机内 无人善宜敬恶而死将死也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和 用此为见者于火中叹德树卷见行于事实论哀之 开黄之事有正义和妥卢奔苏奎消及并讨论坟 即赚注乐书皆为事所用至于天然时乐不及宝常远以 安玛居曹庄庙妙达王常通过令乐等能造区为一时之庙 又习正生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义不复宝常然 皆心辅慰以为神 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叶末阳帝将信将都 令言之子常从于户外淡湖琵琶座翻吊安公子驱令言 时卧是中文之大经决然而其曰便便即呼其子曰 此取心自早晚其子对曰请来有之令言遂须西流 替为其子曰辱圣无从行地必不凡自问其故令 言曰此取公身网而不凡公者君也无所以知之地境 被杀于江都 使臣曰阴阳补助之事圣人之教在焉虽不可以专行 亦不可得而废也人能宏道则伯利时俗行非其义则就会 即生故习之君子所以戒忽妄作经为来之古法器色语 批至1282 张之推不迎须虽落下高堂许富诸见不能上也薄仇 侧境之鬼神之情耿寻魂一不差成像之度保长生律 动应工商之河虽不足远你古人皆一时之妙也许是之运真 时事载可称消极之言阴阳尽于乌旦已 批至1283 列传第44 外妻 立官前代外妻之家成母后之权已取高位后智者多已然 而先有课中之美必离颠覆之患和灾皆由忽无得而尊步 知迹即忽于闷营之界网念高位之旧故鬼看其事幽必及 知夫其成者兼南宫宣设计不以千冲字幕为免颠绝之祸 而旷道不足以计时人不足以利物自经与己以富贵交人者 呼此屡或上官严良斗顿所以计种而亡灭者也 习文皇前月之计后便相推古阳帝大横方照消非密物经 轮世以恩礼筹谋始终不亦然内外亲戚莫遇朝全昆帝 在位亦无书宠至于居善遇唐家称金血灰光七里重拙 四方将三思以彼一命五猴而同败者终始一代祭无闻焉 考知前王可谓绞其必已故虽时惊扰 让吾有限于不亦是 朝千茂儿皆得以保全彼夫凭借宠司皆原恩则成其非聚 炫就颠允者其可同日而言在此所谓爱之以理能改复车 哲续其事为外期传云 高祖外加吕氏 高祖外加吕氏其族盖为平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制 开皇初级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孤自苦逃为羊 中期勘验之事就自始追赠外祖双周为上驻国太位八周 诸君氏清周次使封郡公氏约境外祖母姚氏为进宫 批至1284 夫人赵并改葬于周立庙至首种石家以永吉席绝流 在经师大业中受上党郡太守信使用劣职务部里后去 官部之所终 永吉从父到贵信游玩四言辞彼露出自乡里征入长安 上剑之悲弃到贵略无期容但连呼高祖明云种墨定步 可偷大四苦逃解释后属犯忌讳动至为武上圣丹之 乃命高窘后家公己不许皆对朝世败上以同三司出为己难 太守令及之刃断其入朝道贵还至本郡高自从中美誉 人言自称皇旧树将一位出入旅里从故人游厌官民苦 之后郡费终于家子孙无闻焉 独孤罗帝陀 独孤罗自罗人云中人也父姓出世为为荆州刺史 五帝之入官也姓气父母妻子西归长安立直显贵罗游逝岁 为高氏所求姓后氏周为大司马及姓为宇文护所诸罗使剑 氏欲居中山孤平吾以自己将独孤永夜以宗族之故剑 而哀之为买田宅以以资处出姓入官之后复取二妻 郭氏生子六人善目藏顺陀整崔氏生皇后及 王高祖为定周总管皇后遣人巡罗得之相见悲不自 圣氏欲者皆弃于事后移车马财务为己周五帝以罗功臣 自九轮欲甄败除安郡太守以及去官归于金师朱棣 见罗绍常评见美清武之不宜兄李氏也然姓长者亦不语 朱棣孝敬长短后游士众之极高祖为丞相拜以同常至佐 又继受禅下赵追赠罗父姓官爵约包得类型网贷通归 追远盛中前王盛典故驻国姓风雨高矿独秀申明瑞哲 居宗清游应氏洪谋长测道者于避邪尾一惊人士生于 整季方宣风狼妙亮彩台阶而运署兼为宫高福赏卷 严令范氏切于新京景运出开交为宿建载怀屠山之意 批据1285 无望包记之典可赠泰师上驻国既定等十周次使赵国 公益万户其诸地以罗姆眉先无夫人之号不成习 上已问候候约罗成嫡长不可污也于是习绝赵国公 以其地扇为河内郡公墓为金泉县宫葬为五平县宫陀为五 喜县宫整为千牛背身着拜罗为左领左右将军寻千左卫将 军前后赏赐不可胜继久而出为梁州总管禁卫上驻国人 受忠贞拜左五卫大将军阳第四卫改封属国公卫急促 官室约公 子转四世至河阳俊卫转第五兜大业末议为河阳俊 为庶长子开远与文化及知识逆也赔钱通律贼入成相殿 宿卫兵是皆从逆开远时为千牛与独孤胜利战于河下为贼 所知贼义而舍之善后官至诸国族子揽四世至左后卫 将军大业末促 独孤陀自离邪是周须赴上是座赴喜蜀俊时于年语 文护被诸史归长安高祖寿残拜上开辅幼领左右将军 九之初为尹周次使敬畏上大将军类转延周次使好左道 其妻母先是猫鬼因转入其家上为文而不知性也会皇后 吉阳素七正是具有吉兆一者是之皆约此猫鬼吉也 上以陀后之母帝陀七阳素之母内由是以陀所为因令 其胸目以情欲之上右臂左右 讽陀陀队言吾有上不悦左转 千周次使出怨言上令左仆社高雄那言苏微大理正皇府 孝旭大理成阳远等杂志之陀必须阿尼言本从陀母家来 尝试猫鬼每一子日夜四只严子者属也其猫鬼每杀人者 所死家财物前遗余处猫鬼家陀长从家中宿九七七约五 前可孤陀因为阿尼约可令猫鬼像月公家使我族前也 阿尼便咒之归属日猫鬼像宿家十一年上初从并周海 陀于元中为阿尼约可令猫鬼像皇后所使多次无误啊 批据一千两百八十六 尼赴咒之岁入宫中阳远乃于门下外审前阿尼呼猫鬼阿尼 于是夜中至香周一盆以持寇而呼之约猫女可来无助宫 终九之阿尼色正轻若被千夜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 世下宫亲其张宫牛红约要由人心杀其人可以决矣 上令以独车载陀夫妻将刺死于其家陀弟私勋士终整一阙求 哀于是免陀死除名为名以其妻阳士为尼仙士有人送 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望怒而浅之及此赵珠悲 送行猫鬼家经为己而促阳帝即为追念旧事听以礼藏 乃下赵约外室衰祸独孤陀不幸早事千波有其言念味 阳之情追怀商切以家里命运被哀荣可赠正义代夫 第一由不以赴下赵约旧事之尊妻属私众而降免服勇 雕莫相继免为先网仪重徽至父赠迎亲光禄代夫有儿 子言福严守 驮地整官至幽州赐使大业出促赠金子光禄代夫平 香侯 萧窥子从从地 萧窥自人远良昭明太子统之孙也父妾出封岳阳王 郑襄阳侯景之乱其凶和东王玉与其叔父相东王亦不携为 亦所害及亦四位妾称番于西位其师请讨一周太祖一切 为两主遣驻国于景等帅其五万席亦灭之妾碎都将领有 京郡其西平周延茂三百里之地称皇帝于其国车幅结文一 同王者仁至江陵总管以兵术之妾轰窥四位年号天保 窥郡便有才学兼好内典周五帝平之后窥来赫帝想之 圣欢清淡琵琶令窥其五窥曰陛下清欲五密玄成感 不同百高祖寿禅恩礼弥后遣十次金五百两银千两 不搏万匹马五百匹窥来朝上圣境燕照窥卫在王宫之上 窥被福端进退显雅天子主墓百辽清墓赏赐以一计 批至一千两百八十七 岳于归藩帝清溅于铲水之上后被李纳其女为敬王妃又遇 以其子上蓝陵公主游世渐渐清呆皇后言于上约良 主通家父亲所寄何劳采访也尚然之于是霸江陵总管 窥专至其国岁于窥又来朝四间万匹真完称是吉孩 上卿执守约良主九至金楚未复旧都故乡之念良整怀 报证镇旅长江湘宋炫反而窥败谢而去其年五月 请及临终上表约成以雍暗驱和天祠宠观外翻恩于 连山元吉子女上主婚王美怨公患甲咒身先士族扫荡 不寇上报名时而设身乖传距离阿吉属旷在城顾应呆 谢常为盛世赶炼乌叶一四姑秒特起降祠福愿圣公语 山月同顾黄姬等天日具永成虽九泉十五遣恨并锁 福经庄建上懒而皆到燕窥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轰凉 知臣子是约孝明皇帝庙号是宗子从四窥者孝荆周 异议寂及大小臣幽为十四卷行于是 从自温文性宽人有大度倜躺不羁博学有文艺间 善公马遣人伏地者贴从持马设之时发时中持铁者一步 据出封东阳王寻立为梁太子及四位上次书约赴 何唐够其事盛众虽穷悠劳常须自立及邪内外轻任财 梁玉尊是夜时所望也彼之将守之尺成人水辽之时 特意仅被臣是彼日虽赴朝聘相寻将亦之间由未倾诉为 是我必不可干物的亲人而不设备正与梁国姬世相知众 以亲因情意弥后将陵之地朝即非亲为国为名声一役 戈恒家瞻周以礼自存又赐良之大臣书臣免之时 从年号广运有时者曰运之为自君走也无君将奔走乎 其年从前大将军七星以周施习成功安不克而还真从 书父曾入朝拜为大将军封怀义公英留不浅赴至江陵总 管义兼之从所属大将军许氏武密以臣兆臣将以侯臣计谋 批至1288 谢从诸之后二岁上真从入朝绿其臣下二百余人朝于今 施将陵父老末不允替乡约吴君其不返以上已从来 朝遣五乡公催洪渡江兵树之君至若州从叔父严及地等 据洪渡演习之岁引臣人至臣下鲁居民而判于是费良国 上遣左仆设高窘安及之屈设江陵死罪给明父十年良二主 各给守墓时互败从为驻国赐绝举国公养第四位以皇后 知故圣见轻重败内使令改封梁公从之宗族司马以上 并随才着用于是诸销昆帝不列朝廷从信但雅部以植物赐 因退朝纵久而以内使令阳约与从同列帝令约宣旨戒立 约父以私情欲之从达约从若父逝世则贺于公哉 约孝儿退约凶宿时为上书令见从嫁从妇媚于前而是因 为从约宫帝王之族望高七美何乃是媚前而是乎 从约前已嫁媚于侯末臣是此父合一宿约前而 枪也侯末臣鲁也贺的相比宿意以鲁幽枪列从约 以枪鲁未知前文宿残而止从虽积履 见北间豪贵 摩索将下长与贺若必身相友善 必记备诸父有同遥曰 肖骁亦父起地由世纪之 遂费于家为己而促赠左光路 大夫子炫香成通首父以从弟子据为良公据小名藏阳 地圣逆之以为千牛语语文小出入宫 也四茶内外地美有 由燕据未尝不从淹碎于宫中多行淫会将都之变为语文 化及所杀 自清文少聪明解蜀文在良为荆州刺史颇有能名 崔洪杜以兵制若左舟据与其叔父严奔于臣臣主以为是 中安东将军无周次使圣的悟情三无父老皆约无 君子也及臣王无人推为主无人见两五简文及且 亏等兄弟并第三而见尊位自以亏之第三子也身自经父 有谢者颇知费心良臣之计言无不厌将男人圣尽兴 批之1289 知己臣主被情奔于由氏亦为众所归包国公与文术 以兵讨之浅王哀守无周自将聚树树浅兵别到习无周 哀聚依道是福气成而顿众闻之西无斗志与树一战 而拜将左右树人逃于太湖逆于明家为人所执送于树 所展之长安十年二十一 地围朝请大夫上依奉玉立位为亲密书间 桃丘侯立内使侍郎何持太守 使臣约三五折王房申律远旧申之国 喊执君恒母 后之家吴文清拜元吉汉境颠覆 寄鬼皆由忽敬不以礼 顾其必亦宿若使独孤权某旅或必败于人寿之前消逝世 君良斗起权于大业之后经或不允就积或更隆先构起 非楚之以道不遇权宠之所致乎 批剧一千两百九十 列传第四十五 列女 自习真专书缘不在方策者多以富人之德 虽在于温柔 历劫垂明贤之于真列温柔人之本也 真列意之之也 非温柔无以成其人非真列无以显其意 是以诗书所记风俗 所在图像丹青流生竹术术末不守约 以居正杀身已成人者 也若闻伯王陵之母白宫启直之七鲁之意孤梁之高 行为君灵主之妾下侯闻宁之女或报信以含真或导中而 建议不以存亡一心不以甚衰改节其修名章于既往徽音 传于不朽不义修忽或有王公大人之非偶似情于迎辟之俗 虽依秀依时真善作经乌臣欲年不入同管之书不沾粮 使之笔将草木已聚落于迷路而同死可胜道灾永远宰斯 石树姬之耻也官夫经之静女各立松云之操甘于欲折而兰 崔祖已无绝经骨顾树其雅致已转前代之猎女云 蓝灵公主 蓝灵公主自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一姓晚顺好 读书高祖于诸女中特所中爱出嫁以同王奉孝促室河东 柳树十年十八诸解并交贵主读者解尊于妇道士旧孤审 景欲有疾病必轻奉汤药高祖文之大悦由士术渐渐宠欲 出境王广欲以主配其非递消高祖出许之后遂士术境 王因不悦疾数用士迷恶之高祖祭崩树洗领表扬地令 批至1291 主与树离绝将改嫁之公主以死自是不复朝夜上表请免 主号与树同洗地大怒约天下起无难子欲与树痛洗耶 主约先帝以切事与柳家经其有罪切从做不愿 陛下驱法申恩帝不从主忧愤而促十年三十二灵中上 表约习共将自逝者美前施西归不言传方网告窃虽 负罪窃慕古人生计不得从夫死起葬于柳氏地懒之月 怒尽不哭乃藏主于红独川姿送圣宝朝野商之 南阳公主者阳帝之长女也美丰已有志结造次必已 礼年十四嫁于许国公语文术子氏即以锦宿文集术并且 促主氏调饮时首字奉上氏以此称之即语文化即杀逆 主随至辽成而化即为窦见得所败是即自济北西归大唐时 随带衣冠并在其所见得引剑之末不黄具诗长为主神色字 若见得语语主自成国破家王不能抱怨学池泪下淫经 深词不错请礼切至见得及官听者莫不为之动容允替素 然静焉及见得诸化及始主有一字名禅师年且十岁 见得浅武奔狼将于是成为主曰与文化及功行杀逆人绳索 不容经将卒灭其家公主之子法从作若不能割爱意 听留之主契约五奔济世随世贵臣此事何须见问 见得禁杀之主寻请见得薛法维尼及见得拜将归西今父 与世及欲于东都之下主不予相见世及旧之力于户外请 父为夫妻主据之约我与君仇家经恨不能守任君者但 谋逆之日察君不欲之而应语告绝喝令诉去世及故请 知主怒约必欲救死可相见也是及见其言切之不 可屈乃拜祠而去 乡城王克飞 乡城王克飞者和东柳氏女也复旦寻周次使非资宜 端年时于以梁家子和法乡拼以为非为己而克备费 批据一千两百九十二 非修复道士之月静阳第四位克复喜边地令使者杀之鱼 道客与辞词绝非约若王死妾是不独身于是相对痛 哭客即死关联气非为使者约妾是与杨氏同血若身 死之后的不别埋君之会也随抚官号痛自今而促见者 莫不为之替留 华阳王凯碑 华阳王凯碑者河南元氏之女也复言姓明明有气干 仁寿终为门氏郎峰河县公阳第四位座与柳树连氏 除名为名喜南海后会涉海长安有人赠言逃归收而杀 知妾有姿色性婉顺初已选为妃为己而楷被幽肺非是 楷于仅美见楷有幽聚之色者沉义里已未遇知楷盛禁焉 即将都知乱楷于文化及知逆已非赐其党员武达武达出 以宗族之理智之别舍后因罪而逼之妃自恃不屈武达怒 踏之百于此色迷利应取辟自毁其面邪类交下武达是之 非为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至令将见轻辱我之罪也应 不识而促 乔国夫人 乔国夫人者高粮喜事之女也是为南岳首领跨巨山洞 不落实于万家夫人又贤民多筹略在父母家府寻不重 能行军用施压扶朱月美劝亲族为善游士信义结于本乡 愿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凶南梁州刺史挺是其父强侵略 邦俊领表苦之夫人多所归见游士院系指席海南丹尔 归附者迁于栋梁大同出罗州刺史逢荣文夫人有志行为其 自高粮太守宝拼以为期荣本北燕苗一出逢红之头高也 浅荣大副业以三百人辅海归宋英流于新会字业及荣三世 为守墓他乡积履号令不行致氏夫人借约本宗史从明 礼美贡宝参决辞送首领友犯法者虽是亲族魔所舍纵 批据一千两百九十三 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为玉侯警返广州都督萧伯针兵园台 高州刺史里千世巨大高口前赵宝宝玉网夫人指之曰 刺史无故不和赵太守必欲诈军共违反而保约何以之 知夫人曰刺史被赵元台乃称有急驻兵俱众而后 换军经者若网必留职追军兵重此意可见怨且无形 以官其事数日千世果反遣主帅渡平鲁帅兵入干十宝 知之据告夫人曰平鲁肖将也领兵入干十集与官 冰相据魏德还千世在周无能为也若君自枉必有战斗 以遣使诈之悲词后李云生未敢出欲遣父王参比闻之喜 必无防律于是我将千余人不担杂物畅言书胆的至诈下 贼必可图宝从之千世果大喜参夫人众皆担物不设备 夫人及之大劫千世遂走宝于宁都夫人总兵与长城侯尘 罢先会于干十还未保约成都督大可谓及的众心我官 此人必能凭贼军以后资之 及保促领表大乱夫人怀及百岳数周艳然至成永定 二年起子蒲年九岁遗帅诸首领朝于丹阳起家拜阳春郡守 后广州赐使欧阳歌谋反照蒲治高安又与为乱蒲浅史归告 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经两代不能习辱折腹国家 遂发兵巨禁帅百岳求掌迎张昭达内外逼之歌图溃散 蒲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家平月中郎将转石太守照使 持节侧夫人为中郎将石太夫人赖秀翻游落四马安车衣 臣给鼓吹一步并挥状经节其步亦如此使之一致得忠 蒲醋后遇臣国王岭南卫有所复数郡供奉夫人号为圣母 宝敬安明 高祖遣总管为晃安府领外陈江徐以南康据守晃至领 下群巡不敢进出夫人以服南西藏于臣主至此禁王 广遣臣主以夫人书欲以国王令其规划并以西藏及兵服为 批据一千两百九十四 姓夫人见障艳之臣王及首领数千近日痛哭浅其孙魂 率众迎晃入至广州岭南西定表魂为以同三思策夫人为 宋康郡夫人为己翻渔人王众宣反首领皆应之为晃于周 陈敬兵屯横领夫人浅孙宣率师就晃宣与逆党成佛制宿乡 友善故持留步敬夫人知之大怒浅使直宣戏于周语 又浅孙昂出讨佛制战客展之敬兵至南海与陆院军会 共败众宣夫人清贝贾圣借马张景散领购其位赵史培 举巡辅辅诸周周旗苍吾首领陈坦刚周逢层翁梁化登马头藤 周礼光略罗周静等接来参业还令统齐部落领表遂定 高祖之败案为高周次使人设初宣拜罗周次使追赠宝 为广州总管乔国公策夫人为乔国夫人以宋康义回受仆切 喜事人开桥国夫人幕府至长使以下官署给印章听发布 落六周兵马若有积极便宜行事将赤书约政府御苍生 秦军父母御使律土清净赵树安乐儿王仲宣等折香聚节 扰乱比明所以遣往朱俭为百姓除害夫人秦在奉国生时 正礼遂令孙昂斩佛致敬破群贼圣有大公斤赐夫人物 五千段宣布尽千成何罪则以夫人立此成效顾特圆免 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尊凤朝化以赴正新皇后以 首饰及宴福一席赐之夫人并胜于精妾并良成赐物各藏于 一库美岁时大会皆臣于庭以示子孙约如等一尽赐 心向天子我示三代主为用一好心经赐物据存此中效之 报也愿辱皆思念之 十番周总管赵那贪阅朱里聊多有王叛夫人浅尝使张荣 上风是论安抚之疑并言那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上浅推 那得其赃会尽致于法匠赤伟夫人招为王叛夫人轻载赵 书自称时者历时于周宣树上亦欲诸礼聊所致皆将 高祖家之赤夫人林郑县汤木义一千五百户赠仆为严周总 批之一千两百九十五 管平原郡工人受出促复物一千段式为陈敬夫人 郑善果母 郑善果母者清和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初是郑成生善 果儿臣讨为迥厉战死于郑母年二时而寡妇艳慕欲夺其 至母报善果为艳慕曰妇人无在见男子之意且郑君虽死 信有此而弃而为不慈悲死为无礼宁歌尔杰发以名肃心 为礼灭慈非感闻命善果已赴死亡是年数岁败使持劫 大将军席绝开封县公益一千户开皇出进封武德郡公 年十四受一周刺史转井周刺史寻为鲁郡太守 母姓贤名有杰操博社书史通晓智方美善果出听事 母横坐胡床于张后茶之文其剖断和礼规则大悦及刺之 坐相对谈笑若行事不允或望田怒母乃海棠蒙背而弃 终日不识善果浮于床前亦不敢其母方其位之曰无非 怒乳乃溃如家耳无为乳家父凤洒扫草如乳先君钟情 知事也在观亲客位常问思以身训国际之以死无欲望 辱妇其此心辱既年小而孤无寡妇而有此无微使辱不知 礼训何可父贺忠臣之夜忽辱自同子臣习毛土味至方薄 其辱身至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望家田怒心圆焦乐堕于公 阵内则坠而家风或王师观绝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力 无死之日亦赫面目见乳先人于地下乎 母恒自仿击夜分而媚善果曰而封侯开国为居三 品质奉姓祖母和自情如是邪达约乌乎乳年已长 无畏辱之天下之礼经文此言故犹未也至于公事何犹记 忽经此至奉乃是天子报而先人之训命也须散善六应 为先君之慧妻子奈何独善其力以为富贵灾又私喜访之 富人之物上自王后下至代服侍七个有所至若堕业者 事为交易无虽不知理其可自败名呼自出寡辩不欲之 批据1296 本长福大恋性幼节减妃祭礼宾客之事酒肉不忘成于前 竟是端居未长者出门阁内外因其友及凶事但后家赠宜 皆不亦其家妃自首座及庄园路赐所得虽亲族里一息不许 入门 善果历任周骏为内自出传于衙中十之宫谢所公皆 不许寿夕用修至谢宇吉分给了左善果亦由此刻几号为亲 丽阳帝浅玉使大夫张恒劳之考为天下最真寿光路清旗 母簇后善果为大理清见交自清公平允碎不如席烟 孝女王顺 孝女王顺者赵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雨从兄掌心不斜 属灭之际长兴与其妻同谋杀子春顺时年七岁有二妹 灿年五岁年二岁并孤苦祭时亲戚顺服御二妹恩义 顺赌而顺应有复仇之心长兴书不违背姐妹 巨长亲戚欲 驾之则巨不从乃密为其二妹约我无兄弟至始复仇不 父无辈虽是女子何用身为我欲共辱报父辱亦如何 二妹皆垂契约为解锁命事业姐妹各持刀于墙而入 首杀长兴夫妻已告父母应一宪请罪姐妹真为某首周限 不能绝高祖文而加探特元其罪 寒季妻 寒季妻者洛阳于侍女也自茂得富时周大佐府于 世年十四世于季虽生长高于家门鼎盛而动尊李渡公 自简约宗靖之年十八季从军战梅于世哀悔古力痛 感行录美至朝夕奠记皆守自捧持即免丧其父以其又少 无子将驾之事无智父令家人敦欲于世敬夜替气节 八字是其父溃然伤感遂不夺其至焉阴阴阳夫之季子是龙为 四身自抚育爱同己身殉导有方促能成立自双居以后 为时或归宁至于亲族之家绝不来往有尊卑就审夜者送 批据1297 迎接不出护庭书时不依不听声乐以此终身高祖文而加 探下赵包美表其门驴长安中号为劫父却终于家年期 十二 路让母 路让母折上党逢侍女也信仁爱有母一让及其孽子 也仁寿终为藩周刺史数有据脸赃祸狼及为司马所奏 上浅十案之皆厌于世求一场法清灵问让称冤上赴令志 书是欲使福安之状不亦前乃命公卿百聊一之曰让罪 死兆可其奏让将酒行逢是蓬头垢面一朝堂树让曰 无汉马之劳志为刺史不能进城奉国以达红恩而反为 犯献张脏祸狼及若言司马侮辱百姓百官不应一皆侮辱 若言至尊不怜悯如何故至叔父辱其成成其孝子不成不 孝何以为人于世流涕乌夜轻持于周券让令实际而上 表求哀辞情盛切尚敏然为之改荣皇后盛其其意致请 于上至书是欲使流欲静曰逢是母得之志有感行录如 或杀之何以为劝上于世及京城事述于诸雀门遣涉人宣 赵曰逢是以狄母之得足为是泛慈爱之道义感人神 特意经免用讲风俗让可见死除名为名父下赵曰 逢是体背仁慈素贤礼度孽让非其所生 网犯献章仪从即 法公自义却为之请命仆佛顿嗓正哀其意特免死姑 使天下妇人皆如逢者岂不归门拥木风俗和平正美加探布 能以宜彪扬忧赏用张有得可赐物五百段及诸命父 与逢相侍以宠之 留场女 留场女 河南长孙氏之父也藏在周上公主官致住 国鹏国公术为将帅位望龙显与高祖有救及受禅慎 亲任立左五位大将军庆州总管其子居室为太子千牛辈 批据1298 深据图刃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场顾美哲源之居 是转自美大言约南而要变头反复取除上座辽武 取公亲子弟履历雄建者则将至家以车轮廓其井而傍之带 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士而与交与三百人其桥结者好 为恶对武力者好为捧转对美背一犬连其道中欧籍 路人多所倾夺长安是礼无贵 见见知者皆辟一致于公亲 非主莫敢于笑者其女则居士之姐也美垂气会之音勤恳 侧居士不改致破家场年老奉养圣宝其女时寡居 哀场如此美归宁于家公秦仿击已致其干脆有人告居士 与其屠游长安城登顾为央店鸡南向座前后列队亦有不 逊美相约约为一死而又时有人言居士浅时隐突厥 令南寇于金师印之上位场约今日之事负如何 场游士救恩不自饮救职前约黑白在于至尊上大 怒下场玉补补居士党与至之圣极限私幼奏厂是母不孝 其女之场必不免不时者数日每轻调饮食手自捧持一大 理想其父见玉族常柜已尽虚息乌业见者伤之居士座 展场竟赐死于家兆百辽灵士时其女爵而复苏者数一功 轻未欲知其女言父无罪作子以及于或辞情哀切人皆不 忍闻见遂不依书时以终其身上闻而叹约无闻衰门之女 心门之难顾不虚也 中世雄母 中世雄母者林赫蒋氏女也是雄氏成为福波将军臣主 以世雄领南求帅绿其反复美之蒋氏于兜下即进王广平江 南以世雄在领表玉以恩义至之前蒋氏归零贺继而同郡 与子茂中文华等作乱举兵功臣前人赵氏雄氏雄将应之 蒋氏卫世雄约我钱在阳都被偿心苦经逢圣化母子聚 即眉身不能上报烟的违逆栽辱若情其心被得妄议者 批据1299 我自杀于汝前世雄于世岁指蒋氏复为书与子茂等欲 以或服子茂不从寻为官君所拜上文蒋氏甚之风为 安乐献君 时尹周寡妇胡侍者不知何事期也甚有志结为帮族所 众将南之乱讽宗皆首显不从叛逆封为密林郡君 孝父谈世 孝父谈世者上郡中世父也与其夫相见为己而夫死时 年十八世后孤以孝文数年之间孤及博书皆相继而死谈 世家平无以葬于世公字节俭夜访继续才十年而葬 八丧为周理所尽上文而赐米百石表其门驴 原物光母 原物光母者范阳卢氏女也少好读书造次以礼盛年 寡居朱子又若家平不能就学卢氏美清字教授续以一方 是以此称之人寿莫汉王亮举兵反遣将其梁往山东略的 梁以物光为济世及梁拜此周次史上观正不及物光之家见 卢氏月儿逼之卢氏以死自是正为人凶悍怒胜以竹梢 其身卢氏直至迷故境不屈结 裴伦七 裴伦七和东柳氏女也少有风训大业莫伦为魏原令 属薛举之乱献成为贼所献伦遇害柳十年四十有二女籍 而妇三人皆有美色柳氏未知约我被遭逢或乱辱妇已 死我自念不能全辱我门封有素亦不受辱于群贼我将与 如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契约为母所命柳氏岁 自投于颈其女及父相继而下皆众死于颈中 赵元凯妻 赵元凯妻者清和崔氏之女也富标在文学传家 有素贩子女皆尊礼度元凯妇为菩舍家父于财众其门望 批至一千三百 后礼已聘之元凯盛禁崔氏虽在燕丝不妄言孝禁止荣福 动合礼仪化及知返也元凯随至河北将归长安至府口 遇到攻略元凯仅已申免崔氏为贼所居贼请已为妻崔氏 为贼曰我事代辅女为菩舍子妻今日破王子可及死 浅为贼父中必不能群贼毁裂其一形体稀漏腹于床则 之上将临之崔氏据为所辱诈之约经历已屈听处 分不敢相为请解父贼据氏之崔因者依取贼配刀 以术而立约欲杀我任家刀具若密死可来相逼贼 大怒乱涉杀之远凯后的杀妻者之解之以济崔氏之久 使臣约夫称妇人之德皆以柔顺为先思乃举其中庸 为真其己者也置于明时远途真心俊杰志不可夺为一所 在考之徒使亦赫氏而无灾兰陵主之迈寒松南阳主心于 匪师喜傲笑女之中壮崔逢二母之成肯族使亦永残其志 列蓝玉谢其真方香成华阳之妃陪伦远凯之父时逢 兼祖世乖好和甘心同学颠沛弥他致立冰霜严于绞日 虽师永共将之自是传述伯姬之首死其将复合一家 燕 PG1301 列传第46 东夷高 高之先出自夫于夫于王长的和伯女应必于室内 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岁运生一大乱有一男子破壳而出 明月朱蒙夫于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申请杀之王不听及 状因从所居多又请杀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弃夫 于东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阅朱蒙约我是何伯外孙 日之子也经有难而追兵且即如何的度于是于姬儿 陈桥朱蒙岁度追其不得继而还朱蒙建国字号高举 以高为是朱蒙死子驴达四至其孙莫来心兵岁并夫于 至义孙未公已未正始终入寇西安平贯丘俭破之未公悬 孙之子曰昭烈帝为慕容氏所破碎入顽兜焚其宫氏大略 而还昭烈帝后为百计所杀其曾孙浅时后未六世孙 汤在周浅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功辽东王高 祖寿禅汤父浅使义却尽寿大将军改封高王岁浅使朝 贡布绝 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都于平壤城一约长安城 东西六里随山区区南陵配水赋有国内城汉城并其都 会之所其国中呼为三金与新罗美乡亲夺战争不息 官有太大凶刺大凶刺小凶刺对卢刺义猴奢刺乌桌 刺太大使者刺大使者刺小使者刺入奢刺义属刺仙人 批据一千三百零二 凡十二等富有内瓶外瓶五步入萨人皆疲官使人家叉 鸟语贵者官用紫罗氏以金银服大秀山大口酷素皮带 隔聚妇人群如家传兵器与中国略同美春秋孝王清 灵芝人睡不五匹骨五十游人则三年一睡十人共戏不一 匹租户一时四七窦下五窦反逆者妇之于助若而斩之 吉梅其家道则常识被用刑忌俊含有犯者乐有五贤情 真必立衡吹销谷之属吹鲁以河屈美年初聚细于 配水之上王尘妖于猎语以以观之事王以依浮入水 分左右为二部以水时相见直轩忽持竹再三而止俗好墩 拒洁静自喜以驱走为敬拜则夜一角立各反拱行必摇 守信多鬼福父子同穿而欲共事而请妇人迎奔俗多游 女友婚嫁者娶男女相悦然即为之男家送诸久而已无 才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仍供此之死者病于屋内经三年 则即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丧福皆三年兄弟三月初中枯 弃藏则鼓舞作乐以诵之埋气息取死者生食福玩车马至于 目测会藏者争取而去尽鬼神多淫词 开皇初平有始入朝及平臣之后汤大聚至兵击鼓 为首聚之策十七年上次汤书曰 正受天命爱玉律徒为王海于宣扬朝化玉使元首方 足各岁其心王美浅使人遂长朝共虽称翻覆成结未尽 王继人臣须同正德尔乃驱逼瓦蛇故禁弃丹珠翻顿嗓 唯我臣妾奋善人之慕义和独害之情深呼太府工人其数 不少王必须知自可闻奏习年前行才获利动小人思江 弩手逃窜下国其非修理兵器异域不脏恐有外文故为 盗窃时命使者服卫王帆本欲问比人情教比正数王乃 坐之空管言加防守使其闭目塞尔永无文件有何因而 服御人之敬至官司为其访查又述遣马其杀害边人旅 批据1303 持肩谋动作邪说心在步兵阵于苍生息如赤子刺王土 与兽王冠绝生恩书是张者侠尔王专怀不幸恒自猜疑 长遣使人密参消息纯臣之意起弱势也盖由正训导部 明王之谦为意以宽恕今日以后必须改革首翻臣之节 奉朝正之典字画尔翻误武他国则常享富贵时称正心 彼之一方虽的侠人少然普天之下皆为正成精若处亡 不可须至终须更选官署就彼安府王若撒心一行律有限 张集市政之良成何劳别遣才艳也席帝王做法人性为先 有善必赏有恶必伐四海之内据文正指王若无罪正乎 家兵自于藩国为正贺也望必须心纳正此一圣物疑惑 更怀徒网者陈书宝代在江因残害人数惊动我丰厚超 略我边境正前后借赤经历十年彼则是长江之外拒异于 知众昏狂骄傲不从正言顾命将出师储比兄逆来网部 迎巡月兵其不过数千利代不扣一招倾荡侠耳亦安人 神须月文王叹恨独至悲伤处至幽明有私事执罪王部 为臣灭赏王部为臣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望未了水之广 何如长江高之人多少成国震若不存寒欲则往前迁 命义将军何呆多利殷勤小事许王自新而宜的正怀字 求多福 汤德书惶恐将奉表臣谢会并阻止原四立高祖史史 拜袁为尚开府以同三司席绝辽东郡公赐一一席袁凤表 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高祖优策袁为王 明年袁绿瓦蛇之众万于其寇辽西营州总管为冲击走之 高祖文尔大怒命汉王亮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赵处其决位 石溃运部继六军拔石师出陵于官复玉及一王师不振 即次辽水元一黄巨浅十谢最上表称辽东粪土成元云 云上于世罢兵呆之如出元一岁浅朝贡养第四位天下 批据一千三百零四 全盛高昌王突厥起仁克韩并轻易却供于世真元入朝 原据番礼颇却大业七年帝将桃园之醉车驾渡辽水上营 于辽东城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高率兵出巨战多 不利于世皆因尘固守地令诸军攻之又赤诸江高若 将者即以辅纳不得纵兵成江县贼者言请降诸江凤 只不敢赴姬先令持奏比报至贼手寓意被随出巨战儒 此者在三地步悟游世时尽失老转书不计诸军多败计 于是班师事行也为于辽水西拔贼武力罗治辽东郡及通顶 正儿海九年帝父亲真之乃赤诸军以便宜从世诸江分道 功臣贼是日促会扬选赶作乱反书至帝大聚集日六军 并还兵部侍郎胡思郑王入高高聚之事时西瑞来追 殿军多败十年诱发天下兵会道贼封其人多流亡所在 祖绝军多师其治疗水高易困避遣使其将求送胡思 正以赎罪帝许之顿于怀远镇受其将款人以扶求军实归 至今师以高使者清告于太庙英居留之人真援入朝元 进步至地赤诸军严装更徒后举会天下大乱岁不可复刑 百计 百计之先出自高国齐国王有一事必呼怀运王玉 杀之必云有物状如姬子来敢于我故有生也妄舍 之后遂生亦难弃之策混久而不死以为神命养之名 约东明及长高王纪之东明据淘治烟水夫于人供奉 知东明之后有仇台者赌于人姓使利其国于戴方故地 汉辽东太守公孙杜以女妻之剑以昌盛为东以强国出以百 家纪海英号百计历史于戴戴城中国前史载之祥已开 皇初其王于昌前史共方物败昌为上开辅戴方骏公百计 王 其国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南皆新罗北巨高 批据一千三百零五 其都约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长约左平次大律次恩律 次德律次甘律次奈律次江德福子代次施德灶代 次顾德次代次李德清代次对德以下皆代次文都 次五都次左君次正五次克于皆用白带其官制并同 为耐律以上是以银花长十三年一交代机内为五步步有五 向世人聚焉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左二之方有十俊俊 有江其人杂有新罗高窝等亦有中国人其衣服与高 略同富人不加粉带女便发锤后以出价则分为两道盘 于头上俗上其设读书使能力是一之医药师战相 知数以两手聚的为敬有森尼多四塔有古脚空喉针 于虎笛之乐头狐为其出仆卧朔弄诸之戏 行宋元嘉丽以剑银音乐为岁首国中大姓有八足沙士 艳士刀士解释珍士国士木士苗士昏曲之礼略 同于华丧至如高有五股牛珠基多不火时绝田 下诗人皆山居有距离每以四众之乐王济天及五帝之神 立其始祖筹台庙于国城岁四祠之国西南人岛居者十五所 皆有诚意 平城之岁有一战船飘至海东目罗国骑船的海金鱼百 济昌资宋之圣后并浅时奉表赫平城高祖善之下 赵曰 百济王济闻平城远令奉表往复至南若逢风浪便智商 损百济王兴济纯至正以为之相去虽远是同颜面何必 述浅使来相体息自今以后不需年别入共正义不浅时王 王仪之之使者无岛而去开皇十八年昌使其常使王辩纳 来方勿属新辽东之义浅时奉表请为君导地下赵曰 网遂为高不供职供无人成礼顾命将讨之高援君成孔 据为福归罪正已设之不可制伐后其使而浅之高 颇知其是以兵侵略其境 批据1306 昌死子于轩利死子于张力大业三年张浅使者燕 文靖朝贡其年又浅使者王孝林入请讨高阳帝许之 令参高洞竟然张内宇高通和协诈已亏中国七年帝 清真高章使其成国志穆来请君其帝大悦后加赏西前 上书起布朗席律一百计与香之明年六军度辽张一言兵 于靖身严驻军时持两端巡与新罗有戏美乡战争十年 父遣使朝贡后天下乱使命岁绝 其南海行三月有目罗国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土 多路附庸于百计百计自西行三日至末国云 新罗 新罗国在高东南居汉时勒浪之地或称斯罗未将 冠秋简讨高破之奔卧举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 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百计之属兼有卧举不耐寒 惠之地其王本百计人自海淘入新罗岁望其国传坐至今 甄平开皇十四年前使贡方物高阻败甄平为上开福乐浪 郡公新罗王其先附庸于百计后应百计真高高人部 堪荣亦相律归之穗至强盛应习百计附庸于加罗国 其官有十七等其依约依法干贵如相国赐依尺干赐 银干赐破弥干赐大阿尺干赐阿尺干赐以及干赐沙多 干赐吉伏干赐大奈摩干赐奈摩赐大舍赐小舍赐吉 土赐大乌赐小乌赐造位外有郡献其文字甲兵同余 中国选人壮剑者吸入军风术罗具有屯管部五风俗 行政衣服略与高百计同美真月蛋香贺王社宴会 班赖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设勒令官人社 赏议马步其有大事则具群官详议而定之福色上诉妇人 便发绕头以杂彩及诸为式婚嫁之礼为九十而以轻众随 平复新婚之戏女先拜旧姑次及拜夫死有关联葬起焚 批据一千三百零七 凌王及父母妻子丧持福一年田圣粮卧水鹿兼种其五 古果菜鸟物略与华同大业以来岁浅朝贡新罗 得多山险虽与百计构系百计亦不能图之 瓦蛇 瓦蛇在高之北义洛具有求长不相总亦凡有七种 其一号宿墨布与高相接圣兵数千多 销五美寇高中 其二约伯多布在宿墨至北 圣兵七千其三约安车谷布在 伯多东北其四约福涅布在伯多东其五约 号氏布在福涅 东其六约黑水布在安车谷西北 其七约白山布在宿墨东 南圣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布尤为 净见字符涅以东使阶 师族几古之宿圣士也所居多 伊山水渠帅约大漠福蛮多 东夷中围强国有图泰山者俗圣 敬畏上有熊皮豹郎皆布 骇人仁亦不敢杀的 卑师驻土如低凿雪以居开口向上 以踢出入乡与藕根土多素 祭水气咸生于木皮之上 其处多猪脚米为九营之意 最妇人福布男子依猪狗皮 俗以逆洗手念于猪一罪为不解其俗营而 度其七外营人 有告其夫者夫者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游士兼淫之事 中部发扬人皆设为夜脚弓长三尺剑长尺有二寸长矣 七八月造毒药副始以设情终者立死 开皇初相律遣始贡高祖赵其始约正文彼土人数 多能永结今来相见十父正怀正事而等儒子而等一进阵 儒父对约臣等辟处一方道路 悠远文内国有圣人 故来朝拜继蒙劳赐清凤圣言下情不胜欢喜愿的常为奴 蒲也齐国西北与契丹相皆美相劫略后应其始来高祖 戒之约我连念契丹与尔无一个守土尽其不安乐和 为者相攻及圣乖我意使者谢罪高祖因后劳之令燕影 于前使者与其图皆其武其曲折多战斗之荣上顾位是陈约 批据一千三百零八 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役和其圣也燃其国语随旋 格为肃莫白山为敬 阳帝初与高战平拜其众取帅度的几率其步来降拜 为右光路代府居之柳城与边人来网阅中国风俗请被关 带帝家之赐以锦旗而包宠之及辽东之异度的几率企图 以从美友战功赏赐优后十三年从地信将都寻放归流 陈在图玉里密之乱密浅兵邀之前后时于战井而得免 至高阳赋梅于王须拔位己顿归罗义 琉球国 琉球国居海岛之中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 山洞其王姓欢斯市民可拉都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比 土人呼之为可老阳七约多拔土所居约波罗坛洞嵌诈三众 以流水树极为藩王所居舍其大衣十六间雕刻琴 多斗漏树四局而夜密条欠如发燃下垂国有四五帅统珠 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字 香树立礼一村之士男女皆以白密宁神禅发从向后搬绕至 而其男子用鸟语为官装以珠背试以赤毛行至不同腹 人以罗文白布为帽其行正方之豆漏皮并杂色秘命及杂毛乙 唯一制裁不依罪毛锤罗为是杂色相见下锤小背其身 如配坠师串玄珠与锦之藤为力士以毛与有刀朔 弓箭剑皮之属其处少铁刃皆宝小多以骨脚辅助之 边密宁为甲或用雄豹皮王城目令左右于之而行岛丛 不过数十人小王城鸡漏为行国人好相攻击人皆宵剑 善走难死而耐创诸动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拥 这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骂应相及设如其不胜一军皆 走前人至谢及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人以毒 楼将向王所望则赐之以官使为对帅无负脸有事则均税 批至1309 用行义无常准皆灵事科觉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服则上 请于王王令城下共义定之欲无家所为用神父决死刑以 铁锥带如铸长齿鱼钻顶而杀之轻罪用杖俗无文字 望月窥淫以继时节后草药枯以为年岁 人生暮常比颇泡类于胡亦有小慧无君臣上下之结拜 扶之礼父子同床而请男子拔去资并身上有毛之处皆一除 去妇人以莫请守为虫蛇之文嫁取以九瑶珠备为拼或男 女香月便香匹偶妇人辱必食子依后以火字制令 汉初五日便平复以木槽中报海水为木之为作酿米 为酒其为圣宝时皆用手偶的为先进尊者凡有宴会 执酒者必呆忽明而后饮上亡酒者亦忽亡民贤悲共饮婆 同突诀歌呼踏提一人唱从皆和音婆哀怨扶女子上搏 摇手而五其死者气将绝举至亭清兵哭气相调欲其失 以不薄禅之果以为草青土而并上不起焚子为负者数 月不食肉难尽风俗少人有死者亦里共食之 有熊皮柴狗游多猪鸡无牛羊驴马绝田凉卧先以火 烧而饮水罐之池亦差以食为任长尺鱼阔数寸而啃之 土亦倒凉云属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风 瓜张松平南山子竹藤果药同于江表 风土气候雨林南乡类 俗世山海之神祭以九窑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 或依茂树起小屋或玄独楼于树上以建设之 或类石系翻译 为神主王之所居陛下多具独楼以为家人兼门户上必安 头骨脚 大夜元年海狮河满等美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一 西四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阳帝令与其未诸宽 入海囚仿俗河满盐之岁与满巨网音道流求国盐不香 批据一千三百一时 通略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辅之流求不从宽取其 不假而海时窝国使来朝建之曰此一携九国人所用也 帝遣五奔郎将成人朝请大夫张震州帅兵自义安抚海籍之 至高华宇又东行二日至细雨又一日便至流求出棱江 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与浅人未遇之流求不从 据逆官军人及走之境至其都凭战皆败焚其攻势鲁奇 男女数千人载军时而还自耳遂觉 我国我国在百计新罗东南水路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一山 岛儿居为十亿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仪人不知礼数 但既已日齐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置于海齐地 是东高西下都于邪迷堆则未至所谓邪马台者也古云 去勒浪郡进及带邦郡并一万二千里在汇积之东与丹尔相近 汉光武时遣史入朝自称代府安帝时又遣史朝贡卫之 涡奴国还林之间其国大乱地相攻伐历年无主有女 子民悲靡忽能以轨道获众于世国人共立为王有男帝左 悲靡李国其王有世必千人含有见其面者为有男子二人给 王隐时通传言与其王有公事楼关城炸街持兵守卫违法 圣言自卫至于良带与中国相通 开皇二十年窝王姓阿美自多利斯北姑号阿贝基迷 遣时亦却上令所私访其风俗使者言窝王以天为兄以日为 帝天为名时出听政家夫座日出便听礼物云伟我帝高 祖曰此太无意礼于世训令改之王七号姬弥后公有 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哥弥多福利无成郭内官有十二等 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人次小人次大义次小义次大 李次小李次大致次小致次大姓次小姓缘无定数 有君尼一百二十人由中国木载八十户致一一尼亦如经理 批致一千三百一十一 长野十一尼亦属一君尼其服饰男子一群如其秀为小 屡如巨形七七上细之鱼角人数多显足不得用金银为事 故十一横幅结束相连而无逢头亦无关但垂发于两耳上 至随其王始至关以锦采为之以金银漏花为是负人数发 于后一一群如长野有传单竹为书编草为剑杂皮为表 原以文匹有公使刀朔弩妇妻皮为甲骨为使 低虽有兵无征战其王朝会必陈设一仗奏其国乐护 可十万 其俗杀人强盗及间接死盗者既脏仇物无才者眉身为奴 自于轻重或留或障美训丘欲送不成瘾者以木鸭西或 张强公以贤具其相或至小时于废汤中令所尽者探之云 礼屈者即手烂或至舌中令取之云屈者即是手以仁颇 田敬喊真送少到贼乐有无贤情敌男女多情避免 文身美水补于无文字为刻目结神尽佛法于百计求得 佛经史有文字之补是由信乌习美至正月一日必设系 饮酒其余截略于华同号其薄沃朔出菩之系气候温暖 草木东清土地高于水多路少以小挂项令入水埔 余日的百鱼头俗无盘组借以解业时用手补之性质 只有雅丰女多男少婚嫁不娶同性男女相悦者即为婚 妇入夫家必先跨犬乃与夫相见妇人不淫度死者脸一观 郭清兵旧师哥武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贵人三年并于外 庶人不日而及葬至师船上陆地千只或以小鱼有阿 苏珊其时无故火起皆天者俗以为阴行倒计有如一宝 诸其色清带如鸡卵叶则有光云与眼睛也心罗百计 皆以窝为大国多真物并尽养之恒通使往来 大业三年齐王多利斯北姑浅使朝共使者约闻海西 菩萨天子众心佛法故浅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旗 批据一千三百一十二 国书约日出处天子至书日眉处天子无恙云云地缆之部 月为红卢清约满遗书有无礼者物赴以文明年上 浅闻琳郎裴清史于窝国度百计行至主岛南望罗国经兜 司马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义之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 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一周一不能明也又金石于国 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富庸于窝窝往浅晓得阿贝台 从数百人设一帐鸣骨脚来迎后十日又浅大礼哥多疲 从二百余其骄劳即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约我 闻海兮有大随李毅之国故浅朝供我宜人辟在海于不闻 李毅是以激流境内部及相见经故清道事馆以待大使 继闻大国为新之化清达约皇帝得病二宜则流四海 以王目化故浅行人来辞宣御计而隐清就管其后清浅人 为其王约朝命继达请及戒图于世设宴想以浅亲父 令使者随亲来供方物此后遂绝 使臣约广古大川智人生其间俗世欲不同言语 不通圣人因时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久以所居语 中下玄格然天性柔顺无暴之风虽缅渺山海而亦已到 遇下英之代时或来望迹姬子弊的朝鲜时有八条之境 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迁在不绝经辽东诸国或 依福参观免之荣或饮食有祖斗之气好上经术爱乐文史 由学于京都者往来记录或王媒不归非先者之一封其俗 能至于思也顾孔子曰言忠信行赌尽虽瞒末之邦行矣 臣灾思言其俗之可采者企图苦使之贡而以呼自高祖福 有周渔会此中国开皇之末方式了左天时不利失岁无 宫二代臣积至鲍宇宙平见三寒之欲吕发千军之怒笑 国巨王感同困兵连不及四海骚然遂以土崩丧生灭 国兵至有之约勿广得者昌勿广帝者王然辽东之地 批据一千三百一十三 不列于郡县九以诸国朝政奉贡无阙于岁十二代政而今之 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闻得巨洞干戈内侍赴墙外思广 得以交取愿以怒心施若此而不亡自古未知闻也然则 四夷之戒安可不申念哉 批据一千三百一十四 列传第四十七 南蛮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约掩约狼约理约辽约尾 据吴军长随山洞而居古仙所谓百越士也奇俗断发纹身 好相公讨竟以为若梢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痛之人 不富翔载大叶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世纪多湮灭而无闻 经所存入四国而已 灵异 灵异之先因汉墨交指女子侦策之乱内宪功曹子驱连杀 县令字号为王无子其身范雄代吏死子亦利日南人 范文应乱为义菩利岁教之助公事造器谢亦盛信任史文 江兵籍的众新闻应问其子弟或奔或喜及亦死国无似 文字立为王其后犯佛为靖阳威将军代还所破送交周次使坛 何知江兵籍之深入其境至良辰亦通使往来 其国言茂数千里土多湘目经宝物大帝与交指同意 专为陈圣徽图之东相护尊官有二旗一约西纳婆帝旗 二约萨婆的歌旗属官三等旗一约伦多姓次歌伦至帝旨 以他加兰外官分为二百余部旗长官约弗罗次约可伦如 木载之叉也望带金花官行如张府一朝霞不诸落 族涅格屡时副锦袍梁家子侍卫者二百许人皆执金装刀 有弓箭刀朔以竹为弩妇独于时乐有情敌琵琶 PG1315 五仙颇与中国同美极谷以锦重吹离以极荣 其人身目高鼻发全色黑俗阶涂显以服不缠身冬月 衣袍妇人追忌师爷爷喜美有婚购令美者金银串酒 二胡余树头至女家于世则日夫家会清兵歌舞相对女 家请一婆罗门宋女至男家旭冠首英迁女寿之王死七日 而葬有关者三日数人一日皆以含圣诗古舞蹈从余制 水赐鸡新坟之收其与古王则内经中审之余海有关 这亦同审之余海口数人以瓦宋之余将男女皆皆发 随丧至水赐静哀而止归则不枯每七日燃香散花复枯 静哀而止静七七而霸至百日三年亦如知人皆奉佛 文字同于天竺 高祖继平臣乃浅十方物其后朝共遂绝时天下无事 群臣延龄亦多其宝者仍受莫上浅大将军流芳为欢周到行军 总管律清周次使宁长征欢周次使李云开府情雄不其万余 即犯罪者数千人及之其王范至律其图成巨像而占方军不利 方于是多绝小坑草复其上因以兵挑之范至西众而正方 与战伟北范至竹之至坑所其众多县转香惊骇军碎 乱方纵兵及之大破之平战折败碎弃尘而走方入其兜 其妙主十八眉皆驻经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夜以方班师 范至父其故地遣实谢罪于是朝贡布绝 赤土 赤土国福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打索兜 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赐国西婆罗梭国南赫罗诞国 北巨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渠谈是名利富多赛不知有 国境远称其父是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赛在位十六 年已有三妻并临国王之女也居僧之臣有门三众相去 各百许部美门徒妃先仙人菩萨之相献金花灵而赴 批据一千三百一十六 女术时人或奏乐或盆金花又是四妇人容是如佛塔边经 刚立世之壮家门而立门外者持兵杖门内者之白福夹道 垂肃罔罪花王公诸乌西市众隔北户北面而坐坐三众 支踏依朝霞不关金花关锤杂宝落四女子立世左右 兵卫百余人王踏后座一幕以金银五香木杂殿之后悬 一金光雁加踏右数二金金金钱并成金钱各有金香炉 钱至一金服牛牛钱数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善婆罗门等 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 其官有萨陀加罗一人陀拿达 一二人加利密加三人共掌正式聚罗末帝一人掌刑法 美臣至那邪加一人波帝十人 其俗等皆穿而简发无贵败之礼 以香游徒生其俗敬佛 由众婆罗门妇人坐济于向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不为 一毫妇之事自义华弥为金索妃王赐不得服用美婚嫁 则即日女家掀起五日坐乐饮酒 父子女手已受续七日乃 配焉既取则分才别居为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踢发 宿服旧水上垢竹木为蓬蓬内积心以湿至上烧香渐翻 吹离几谷以宋之纵火焚心碎落于水柜见接痛为国王烧 气收灰柱以金瓶葬于庙屋冬下常温宇多寄少种植物 石特以道寄白豆黑麻字于物多铜于胶纸一干 这座酒杂以紫瓜跟酒色赤卫一箱每一名椰浆为酒 阳帝即为木能通绝育者大业三年屯田主氏常俊于 部主氏王军镇等寝始赤土地大岳次郡等伯各百匹时服依 席尔浅悟五千段以次赤土王齐年十岳郡等自南海郡 陈州昼夜二巡美之遍峰至郊石山而过东南柏林加波拔 多州西与灵异相对上有神词燕又难行至狮子时自逝 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希望蒋狼牙虚国之山于是南达基隆 导致于赤土之界其王浅婆罗门揪摩罗以伯三十艘来迎吹 批至一千三百一十七 离几古以乐随使径金索以兰郡传阅于至其都望浅其 子那邪家请宇郡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柱香花并敬涅金河 二枚柱香油金瓶八枚柱香水白布四条以拟弓使者 冠喜其日为时那邪家又将向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病 至金花金盘以及照寒男女百人奏离古婆罗门二人导路 至王公郡等奉赵书上阁王以下皆作宣赵器尹郡等作 奏天竹乐士郡等海管又浅婆罗门旧管宋时以草叶为 盘其大方丈因为郡约今世大国中人非赴赤土国以 饮食书宝愿为大国义而时之后数日请郡等入宴一位 岛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 上有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珠独帽之肉百鱼 品颜郡身床从者作鱼的席各已精中至九女乐迭奏礼 一圣后寻遣那邪家随郡贡方物并经芙蓉关脑香以 筑金为多罗叶引起成文以为表金寒风之令婆罗门以香花 奏离古而送之寄入海建律于群飞水上浮海时于日至灵 亦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迁于布色汽星周行一日步 绝云市大鱼粪也巡海北岸达于焦止郡以六年春雨那 邪家于鸿农业帝大月次郡等物二百段巨兽秉一位 邪家等观赏各有差 真辣 真辣国在灵溢西南本福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周行六 十日而南街车渠国西有诸江国其王姓沙利市民执多斯 那自其祖建以强盛至执多斯那遂兼福南而有之死子 伊奢纳先代立居伊奢纳成郭下二万余家城中有一大堂 世王听政之所总大臣三十臣有数千家各有部帅官名语 林毅同其王三日一厅朝座五香七宝床上师宝藏其藏仪 文目为甘象牙经殿为碧状如小乌玄金光燕有铜鱼翅 批至1318 土前有金香炉二人士侧王者招峡谷被蛮落腰腹下垂 至尽头戴金宝花冠被珍珠落足旅隔洗耳玄金长 福白以象牙为绝若露发则不佳落成人扶至大底 乡内有五大臣一约孤洛之二约高香平三约婆何多灵 四约舍摩陵五约然多楼及朱小乘朝于王者择以接下三 鸡守王换上接则贵以两手抱搏绕王做一阵士气 贵福而去接亭门阁侍卫有千余人被甲持账其国与参半 诸将二国和青树与灵一坨还二国战争其人行只接持甲账 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为四王出力之 日所有兄弟并行残之或去一纸或一其比别处攻几步 的视镜 人行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西拳八锤而性气洁净 居处器物婆类赤土以右手为镜左手为慧美淡早喜 阳之镜毒诵经咒又早撒乃时时罢还用阳之镜又毒 经咒饮食多酥酪砂糖精素米饼食之时先取杂肉 根与饼香和手入儿时取妻者为送依一句则日浅没人赢 妇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昼夜然登不惜男婚礼及与妇 母分财别居父母死小而未婚者已于财与之若婚财 误入观其丧葬儿女皆七日不时提发而哭森尼道士 亲故接来聚会音乐送之以五香木烧师收灰以经营评审 送于大水之内评者或用瓦尔以彩色之意有不分送师 山中任野食者 七国北多山赴南有水则的汽油热无双雪饶杖力毒 虫土以粮道少鼠素果菜与日南酒真相类者有婆娜 缩树无花叶四世十四冬瓜眼罗树花叶四早十四里 皮野树花四木瓜叶四幸十四楚婆田罗树花叶十并四 早儿小哥陀树花四临晴叶四于儿后大十四里其 批据一千三百一十九 带如生自于多同九珍海中有余明见同四族无灵其鼻 如向溪水上喷高五六十尺有浮乎于其行四且嘴如 有八族多大余半生出水望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气流行即以白珠白牛白羊于晨西门 外慈之不然者五谷不登六处多死人重疾一净都有灵 加波婆山上有神慈美以兵五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明婆多 立即用人肉其亡年别杀人以夜四倒亦有守卫者千人 其净鬼如此多奉佛法由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向于管 大业十二年前使共地理之圣后其后一决 婆利 婆利国自交指服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 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沙利邪加明护烂纳婆 官约独喝血如刺约独喝事如国人善头伦刀其带如尽忠 有窍外风如巨远以头人无不忠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 俗类真辣物同于灵异其杀人及道劫其手奸者所其足 今年而止祭祭四碧一月会盘住九瑶福之流水每十一月 碧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鸟名设立解人与大业十二年前 使朝贡后岁绝于十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一来贡方物 其风俗物大底相泪云 使臣约里云南方约满有不火使者已输 称满以华夏诗约蠢尔满经种类时凡带 为分耿自秦并二楚汉平百月的穷丹角景吉日南水路 可居为郡县纪乎近分无属时精进送到有乌龙 扶盼不依高祖寿命克平九与阳帝转叶微加八荒甘心 远秦至求真故失出于琉球兵加于灵异微振书俗过 于秦汉远已虽有荒外之公无旧狱中之败传约 非圣人外宁弊内忧臣灾丝严也 批据一千三百二十 列传第四十八 西域 汉世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旗后分立五十五王制校尉 都护以辅那之王莽篡位西域岁绝至于后汉班朝所通者 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四万里皆来朝共复制都护效 为以乡统设其后或绝或通汉朝以为牢毕中国其官时废时 至继位靖之后互相吞灭不可降烟阳帝时浅世域时 维杰斯利从世度行满史于西藩诸国制祭兵的马碑王 舍臣的佛经使国得十五女狮子皮火属毛而海地附令 文习公培举于五威张叶兼往来以影致之其友军长者四十四 国举因其使者入朝旦以后历令其转香粉玉大叶年终 相律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地因至西域校尉已应接之寻属中国 大乱朝共遂决然是多王师经所存录者二十国焉 土玉魂 土玉魂本辽西先卑图和射归子也出射归有二子数 常曰土玉魂少曰若落尾射归死若落尾带同部落室为母 荣氏土玉魂与若落尾不携岁西渡隆止于甘松之南逃水 知西南及白蓝山数千里之地其后岁以土玉魂为国事焉 魏州之祭史称克汗兜福四城在青海溪十五里有城 郭儿不居随竹水草官有王宫蒲舍尚书郎中将军 其主已造为帽七代金花旗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其王宫贵 批据一千三百二十一 人多代富人群如变发罪以诸被国无常税杀人击到 马者死于作则真物以赎罪风俗颇同突绝丧有福至脏器 而除性皆贪人有大肃斗青海周回千余里中有效 山崎俗至东折放聘马于其上沿的种土玉魂长的波斯草 马放入海因生葱居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葱烟多毛 牛饶铜铁珠沙的尖善善且墨西北有流沙数百里 下有热风商必行吕风之江至老驼玉之之则影像而明 距离以口鼻埋杀中人见则之之以瞻拥避口鼻而避其幻 其主旅夸在周术为边寇及开皇初以兵清洪州高祖 以洪州的旷人耿因而废之浅上驻国原邪律部其数万集之 贼西法国中兵自慢投至于数墩甲其不绝其所属何西总管 定臣王中立防及其太子可伯汉前后来聚战邪平及破之福 展胜众旅夸大巨律其清兵远顿其明王十三人各律部落 而将上以其高宁王移资投诉的众星拜为大将军封河南王 以统将众自于观赏各有差位己父来寇边絮周刺史皮子 信出兵巨战为贼所拜子信死至问周总管梁远以锐促及之 斩迁远及奔退俄而入寇阔州州兵及走之 吕夸在位百年屡因喜怒废其太子而杀之其后太子俱见 废辱遂谋之吕夸而将请兵于边立秦州总管和兼王洪请 将兵印之上不许太子谋谢为其父所杀父立其少子为王 何为太子周刺史度灿请因其信而讨之上又不许六年 为王何父据其父诸之谋律部落万五千人互将归国遣十一阙 请兵迎接上位侍臣约魂贼风俗特仁伦父继不辞 子父不孝正以德训人和友臣其恶逆也无教之以养方而 乃为使者约正受命于天府玉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 仁义相相旷父子天性和的不相亲爱也土玉魂主既是为王 知父为王是土玉魂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须臣见若见而不 批之一千三百二十二 从令尽臣亲戚内外讽玉必不可弃替而道之人皆有情 必感悟不可前谋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之下皆是正臣 妾各为善事及称正心为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正正为教 为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前兵马驻为恶事为王乃之八 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规划上约普天之下皆 约正成虽父皇侠为时封教正之府欲据以仁孝为本魂 贼婚狂妻子怀步并思规划自救为王然叛夫被赴不可 收纳又其本意正自必死若金浅巨又妇不仁若更有益 信诞一位府任其自拔不须出兵马应皆知其类府即身欲 来议任其义不劳劝又也是遂河南王宜兹投死高祖令 其帝数归习统其众平成之后屡夸大巨顿逃保险不敢为 口 十一年屡夸族子福利使其兄子无诉奉表称翻柄 方物请以女背后庭上位藤王约此非致臣但及继尔 乃为无诉约正之魂主御令女士正若依来请他国闻之 便相学亦许一塞是未不平若并许之又非好法正情 存安养御令遂性其可惧脸子女以时后宫呼尽不许时 二年潜行不上书与文毕辅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欺福 福尚表称公主为天后尚不许明年齐国大乱国人杀福 立其地府允为主使使臣费力之事并谢专命之罪且请依俗 上主上从之自示朝贡智而常访国家消息上甚二知 扬帝即魏辅允掀其子顺来朝时铁乐犯赛地前将军逢 孝辞出敦煌以欲之孝辞战不利铁乐遅时谢罪请降地前 门侍郎陪举魏府之讽令及土玉魂以自孝帖乐许诺吉乐 宾夕土玉魂大败之府允东走宝西平静地赋令官王雄出 交和许宫与文术出西平以演之大破其众府允顿逃部落 来将者十万鱼口六处三十余万数追之及府允据南顿鱼 批至一千三百二十三 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陵羌尘以西且末以东其联谊 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随有至郡县 正树发天下清最喜居之于是刘顺不知浅浮允无以自资 律其图数千其刻于向地利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于众 以其大宝王尼洛州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沙洛州顺不果入尔 还大夜莫天下大乱府允赴其故地旅寇何又郡县不能 御烟 像 像枪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荡昌白狼皆自称侯 种东皆林桃西平西巨叶户南北数千里处山谷皆美 性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其小者千余其之毛牛尾吉谷 利毛以为乌府求贺批沾以为上世俗上武力无法令 各为深夜在战阵则相屯聚无姚父不相往来牧养牦牛 羊朱以公时不知价色其俗淫会珍暴于朱仪中最为甚 无闻自淡后草木以祭岁十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 年八十以上死者已为令中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网 共悲哭之有枇杷横吹即否为结位周知技术来扰边 高祖为成相时中原多顾因此大为寇略奖功梁瑞继平王迁 请因孩师以讨之高祖不许开皇寺年有迁于家规划五年 拓拔宁从等各律众义序周内复寿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时 六年复寇会周照发隆西兵以讨之大破其众又相律请将 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最高祖位之曰还与尔父凶人 身须有定居养老长幼儿乃诈还诈走不休乡礼邪自逝 朝贡不绝 高昌 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进东 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西汉武帝前宾西讨师 批据1324 吕顿必其中游困者应驻烟其地有汉十高昌磊故以为国好 出如如历看伯周为高昌王伯周死子亦成立为从凶首归 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又为高车阿福至罗所杀以敦煌人 张梦明为主梦明为国人所杀更以马如为王以巩固家 二人为左右长使如右通使后卫请内属内属人接恋徒步 故东千香与沙如历家为王家自凌凤金臣于中人济历 又臣于如如吉如如主为高车所杀家又臣于高车属燕其为 一达所破众不能自统请主于家家遣其第二子为燕其王 由世时大义为国人所服加死子坚立 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座是鲁埃公问正于孔子 知相国内有城十八官有令隐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位 四八长使次武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孝郎主部从事 审市大事觉知于王小市长子及公平段步立文记男子胡 夫妇人群如头上坐骑其风俗正令与华夏略同的多时气 气后温暖谷在首以残多五国有草名为阳次其上身 秘儿为圣家出赤如珠白如玉多葡萄酒俗是天神 坚信佛法国中阳马木于隐辟之处已避外寇非贵人不知其 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汉山下有积雪此山之北 铁乐界也从五威西北有节路渡沙气千余里四面茫然 无有西境欲望者寻有人处海谷而去路中或闻歌枯之声 行人寻之多至王师盖痴妹王两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一无 路开黄十年突厥破其四成有两千人来归中国兼死子 伯亚立其大母本突厥克汉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亚 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 阳帝四位尹至朱藩大业四年前始贡帝呆其始圣 后明年伯亚来朝应从极高海上宗女华容公主八年 东归番下令国中约夫经国自仁已保存为贵宁邦基镇 批据1325 以全纪为大仙者以国处边荒境联盟的同仁无就被发佐 任经大随统域宇宙平易普天律涂末不相孤寂沐浴 和风树君大化其树人以上皆已解辩销任地闻而圣善之 下赵约张德加善圣者所隆显沉碎两点磨移则光露 代府变国公高昌王伯亚时亮金远气怀温欲单款宿者 亮节霞宣本自诸华丽作西壤席英多南伦破薰荣树穷 会免简为胡福自我黄随平易宇宙化研究为德加四表 博雅于沙旺祖奉来庭官李荣于旧张穆威夷之圣典于 世袭英解辩销任夜居便宜从下一光前载可赐一观之举 人般制造之事并且使人不领江宋被以彩张富建车福之美 弃比沾毛还为官代之国然博雅先臣铁乐而铁乐很浅重 臣在高昌国有珊瑚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乐虽有此领取悦 中华然敬畏铁乐而不敢改也自释遂令使人供其方物 康国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横顾地然自汉以来 乡臣不绝其王本姓温月世人也就居其连山北昭五成阴 被匈奴所破息于聪领岁有其国之数各分王顾康国左右 诸国并以昭五为姓氏不望本也望自带师为人宽厚胜 得众星齐齐突厥达杜克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鲁迪沉沉 多众居大臣三人共掌国是齐王所发官七宝金花衣绫罗 锦绣白齐齐有记猛以造金丈夫减发锦袍名为强国 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使国曹国和国安国小安国 纳瑟波国乌纳河国穆国皆归父之有狐虑至于先辞诀 法则取而断之重罪者足次重者死贼盗解其族人皆生目 高比多虚然善于商谷诸以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谷 琵琶五贤空侯敌婚因丧至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流 岳祭之诸国皆来祝祭俗奉佛为狐书契后瘟已无骨 批至1326 晴修元书树木资冒出马陀罗驴风牛金挠沙 香阿萨那香瑟瑟皮取景多葡萄酒附加获至 千石连年不败大业中史遣史贡方物厚岁决焉 安国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旺姓昭武士与康国王同族自赦 立登七康国王女也都在纳密水南城有五重以流水 宫殿皆为平头王座金陀座高七八尺美厅镇与七相对 大臣三人平礼国是风俗同于康国为妻其姐妹及母子弟乡 秦此为野阳帝即位之后浅司力从事渡行满史于西域 至其国的武色而返 国之西百余里有国可迁于家其国无军长安国统之 大业无年遣史贡后岁决焉 十国 十国居于药沙水都城方石余里其王姓石明涅国 城之东南立乌制作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梢 鱼之谷今圣之至于床上寻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 绿城下设计焉里忠望与夫人出旧别障城下以刺猎作响 燕儿霸有素多两马其俗善战层二于突厥社会可汗 新兵灭之令特勤殿直设齐国市南去汉六百里东南去瓜 周六千里殿直以大业五年前史朝贡其后不复制 女国 女国在聪领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皮自末节 在魏二十年女王之夫号约经据不知正是国内丈夫为以 征伐为雾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 是女数百人五日一厅朝负有小女王贡之国正其俗贵妇 人亲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图面一日之中或 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疲为邪刻睡无常气候多含乙 批据一千三百二十七 设为夜出金鱼石珠沙设香茅牛俊马蜀马尤多 横江向天竺兴犯其力数倍艺术与天竺吉祥战争 其女王死国中则后脸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 王赐为小王贵人死包取皮以金蟹和骨肉置于平内而埋 至今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是阿修罗神又有数 神岁出以仁济或用猴济入山柱之有一鸟如此之 来即掌上破其腹而是之有数则年封杀时则有栽位之鸟 不开黄六年前始朝贡其后岁绝 燕齐 燕齐国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汉石旧国也其王姓字 突齐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圣兵千余人国无纲为其 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下死者焚之持夫妻 日南紫简发有于蒲尾之利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资 九百里接煞气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业中浅时贡方 五 资 资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汉石旧国也其王姓白 自苏尼系都城方六里圣兵者数千俗杀人者死劫贼断旗 一臂并月一族俗与燕齐同王头系彩带锤之鱼后坐经 狮子坐土多道素疏绕铜铁千皮取挠 沙绿瓷湖粉安息乡两马封牛东去燕齐九百 里南去渔田千四百里西去书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崖六 百于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业中浅时贡方五 书勒 书勒国都白山南百于里汉石旧国也其王子阿弥爵 手足阶六指子飞六指者吉布玉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 陈十二小陈数十圣兵者两千人王代金师子官土多道 批据一千三百二十八 宿马铜铁锦慈每岁长公送于突厥南有 河西带聪林东去资千五百里西去汉国千里南去珠 巨波八九百里东北去突厥崖羽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大业中浅时贡方五 于田 于田国都聪领至北二百于里其王姓王自卑士必恋 都城方八九里国中大臣有五小陈数十圣兵者数千人俗 奉佛由多森尼王美持戒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四者云士 罗汉比丘比卢瞻所造时尚有辟之佛图显之迹于田西五百里 有比摩四云士老字化胡成佛之所俗五里一多贼道淫纵 王景茂金属关七代金花齐王发布令人见俗云若见王 发年必捡土多麻素到五国多元林山多美誉 东去扇扇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西去珠巨波千里北去 资千四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叶中平浅时朝贡 汉 汉国都匆领之西五百余里古区搜国也望兴昭五 自阿利七都城方四里圣兵数千人王座金阳床七代金花 俗多珠沙金铁东去书勒千里西去苏丰沙那国五百里 西北去十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崖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 百里大叶中浅时贡方五 土火罗 土火罗国都匆领西五百里与一达杂居都城方二里 圣兵者十万人皆席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七叠请耶美 一人入房户外挂其一以为至身子属其掌兄其山穴中有神 马美岁木聘马鱼穴所必名居南去曹国千七百里东去 瓜州五千八百里大叶中浅时朝贡 一达 批据一千三百二十九 一达国都乌虎水南二百余里大越士之种类也胜兵者 五六千人俗善战先十国乱突厥浅通设自劫抢领其国都 陈方十余里多四塔皆是以金兄弟同七妇人有异夫者 官义角茂夫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较南去曹国千五百里东 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叶中浅时共方五 米国 米国都纳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成主姓昭武 康国王之之术自闭桌都城方二里圣兵数百人西北去康 国百里东去苏对沙纳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 州六千四百里大叶中平共方五 史国 史国都独墨水南十里就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 替这一康国王之之术也都城方二里圣兵千余人俗同康 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土火罗五百里西去纳瑟波国 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叶中 浅时共方五 曹国 曹国都那密水南树里就是康居之地也国五主康国 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圣兵千余人国中有德西神 自西海以东诸国并进市之其神有惊人烟金破罗阔藏有五尺 高下乡称每日以驮五头马十匹扬一百口计之长有千人 石之不进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河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 千六百里大叶中浅时共方五 河国 河国都那密水南树里就是康居之地也齐王姓昭武 一康国王之族类自敦都城方二里圣兵千人齐王坐金阳 坐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 批至一千三百三十 百五十里大叶中浅时共方五 乌纳河 乌纳河国都乌虎水西旧安息之地也望姓昭武一康 国种类自佛十都城方二里圣兵数百人王坐金阳坐东 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河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 大叶中浅时共方五 河国 河国都乌虎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纳河为灵旗 王姓昭武一康国王之种类也自阿兰密都城方三里圣兵 两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纳河二百余里西去波斯 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叶中浅时共方五 波斯 波斯国都达河水之西苏令城及调之之故地也其王子 库萨河都城方十余里圣兵二万余人成相而战国五死刑 或断守月族梅加财或替去其须或系排余相以为标 人年三岁以上出口前四文七其姐妹人死者弃尸于山 持福一月王者金花官座金狮子座父金谢鱼须尚以为是 依景袍家落鱼旗上土多两马大驴狮子白象大鸟 卵珍珠婆离破珊瑚流离脑水金瑟瑟乎 落节铝藤火金刚金银金鱼石铜冰铁锡 锦细布局踏护纳月诺布谈金铝之城市 皮珠沙水银熏陆玉金苏和青木等珠香胡椒 波石密半密千年早父子喝黎勒无时子律词 突厥不能至其国异机迷之波斯美浅时共西去海树 百里东去牧国四千余里西北去福岭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 万一千七百里阳帝浅云其为礼玉使通波斯寻浅时随玉共方 五 批据一千三百三十一 曹国 曹国在葱岭至北汉时纪兵国也齐王姓昭五字顺达 康国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圣兵者万余人国法严诊杀人 及贼盗皆死其俗迎辞聪领山有顺天神者一致及华金银 叶维乌以迎为的辞者日有千余人辞前有益于几股其孔 中通马其出入国王带金鱼头官做金马做土多道素 斗饶向马丰牛金银兵铁渠朱沙清代 安息青木等乡十米半米黑阿卫梅药白富子 北去翻延七百里东去结国六百里东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业中浅时共方物 复国 复国者属郡西北二千余里及汉之西南夷也有加良夷 及其东部所居种姓自乡绿领土俗与复国同言与少书部 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复国王自宜增其国南北八百里东 南千五百里无尘炸进川古邦山显俗好复仇故累时为 朝而居以弊其换其朝高至十余障下至五六障美及 障于以木阁之机方三四步朝上方二三步撞四浮屠 于下即开小门从内上通夜闭关闭以防贼到国有二万余 加号令自王出加良以政令系之求帅重罪者死轻罪伐牛 人皆清洁便于及剑七皮为木甲公长六尺以竹为贤七 七群母及扫儿弟死父兄义那其七好歌五谷黄吹长笛 有死者无福至至失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木甲复以 皮子孙不哭带甲五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 冤杀鬼自于亲戚哭三身而指妇人哭必以两手掩面死 夹杀牛亲属以诸酒香一共饮淡而知死后十年而大葬 其葬必及清兵沙马洞至术时匹立其祖父神而是知其俗以 皮为帽形圆如波或带衣多毛可皮球全包牛角皮为 批至1332 而削项系铁锁手冠铁串王羽求帅经为首饰胸前悬一经 花尽三寸其土高气厚粮多风少羽土以小清粮 山出金银多白至水有加于长四尺而灵系 大叶四年其王遣十肃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 以林律家梁以六十人朝共玉两马以路显不通请开山道 以修职贡阳帝以劳人不许 家梁有水阔六七十丈复国有水阔百余帐并难留 用皮为周而济 复国男友宝元以风俗义同稀有女国齐东北连山眠 更数千里皆于向往往有腔大小左锋席位格言 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丧利豆弥桑必要大侠 白蓝赤利摸图纳厄迷曲布桑雾千雕并在深山 穷古无大军长其风俗略同余像或一属土玉魂或富富 国大夜中来朝共元西南半至诸道总管以摇管之 使臣约自古开远移通绝遇必应洪放之主皆起好事 知臣张千凿空于前班超头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设之 以利箭头驱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上来远之名 陈迅清深之劫世之上之所好下必有胜者也扬帝规模红尺 眼吞秦汉培举方近西域图纪已荡其心故万臣清出域 门关至一无且末尔关又寄于流沙骚然无聊生已若始 北地无于东备告结必将修轮台之术驻乌累之臣求大秦 知明珠至条之之鸟乱往来转书将何以堪其必栽骨折折 王之之方五千里物安珠下不誓要荒其微不能加得不 能被盖不以四遗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情术无领 汉是三边或道景相望或户口简犯随是是其强盛一郎 被于青海此皆一人施其道故意照离其独若深思及序之意 故此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荣九仪 批据一千三百三十三 后风众亦虽无聊冬之节起即将都之祸乎 批据一千三百三十四 列传第四十九 北地突厥 突厥之仙平凉杂胡也信阿什纳是后卫太武灭举驱逝 阿什纳以五百家奔如如是居金山公于铁座金山壮如兜眸 俗乎兜眸为突厥应以为号或云其仙国于西海之上 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尝尽杀之志意而不忍杀岳族断壁 弃于大则中有一瓶狼美贤肉至其所此而应时之得已不 死其后岁与狼交狼有孕烟比邻国者父令人杀此而而 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平须然至于海东之 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域的平壤茂 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时难其一姓阿时那是最贤 遂为军长顾衙门见狼头道是不忘本也有阿贤设者律步 落出于血中是尘如如至大叶护种类建墙后为之末 有伊利克汗以兵及铁勒大败之将五万余加岁求婚于如 如如如如主阿纳归大怒浅石骂之伊利斩其使律众席如如 破之促第一克汗利又破如如并且促舍其紫色徒利 其第四斗称为木干克寒木干永而多至遂及如如灭之 西破亦达东走弃丹北方荣迪西归之抗衡中下后雨西卫 师入清东未至于太原 其俗畜目为是随竹水草不衡绝处穷如沾杖被发佐 任石肉营绕生衣求贺见老贵壮官有业护刺设特勤 批据1335 四四立发刺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是为之友 脚功名低假朔刀剑善其设性残忍无闻自克 木为弃后月将闷者为寇抄谋反叛杀人者皆死赢者割事 而腰斩之斗伤人木者长之以女无女则疏腹财者之体已疏 马盗者则长脏时被有死者停尸杖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 而寄之绕帐号呼以刀画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则 日志施马上而焚之取辉而葬表目为盈利乌其中徒死 这行一及其身时所经战阵之状长杀一人则立一时有至谦 百者父兄死子弟七其群母及扫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 男子好出仆女子踏驱引马落取罪歌呼相对近鬼神性 乌锡重兵死而使病中大抵与匈奴统俗 木甘在位二十年促附设其子大罗便而立其帝式为陀 波克汗陀波以涉图为尔福克汗 统其东面又以其帝入弹可 汉子为布离克汗居西方石陀波控 贤数十万中国弹之舟 珍洁英好轻辅藏以示之陀波 亦骄美为其下约我在 男两儿长孝顺和幻平也有沙门慧灵被掠入突厥因 为陀波约国父强者唯有佛法 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 是陀波纹而信之 建议迦兰浅使聘于是囚禁明也 盘华言等经并时送绿陀波一公字戒绕塔行 道恨不深内地在位十年 并且促为其子眼罗约无闻 清莫过于父子无凶不清 其子伪的于我我死汝必大罗 便也吉陀波促国中将立大罗便以其母见众不服衍 罗母贵突厥诉众之涉徒最后至为国中约若立眼罗者 我律兄弟已示之如立大罗便我必守尽力任长矛以相待 以涉徒长而且雄国人皆但莫感惧者竟以眼罗为似 大罗便不得力心不服眼罗美前人骂辱之眼罗不能致阴 以国让涉徒国中相语一约四克汗之子涉徒最贤阴 批据一千三百三十六 盈利之号伊利据卢射墨和使波罗克汗一号沙波略至兜金 山眼罗将居独落水称第二克汗大罗便乃请沙波略曰 我与尔聚克汗子各臣父后尔经及尊我独无畏何也 沙波略换之以为阿波克汗海岭所部 沙波略永而得众北一皆归父之极高祖受禅呆之圣保 北一大院会迎周次使高宝宁作乱沙波略与之和军功献林 于镇上赤园边修宝张骏长城以备之人命中将出正忧 并煞波略七宇文氏之女约千金公主自伤宗四绝灭美 怀父随之至日夜言之于沙波略游氏西众为寇空贤之誓四 十万上令驻国冯玉屯以福伯兰州总管赤里长插手林桃上 驻国里重屯幽州达西长如巨州盘皆为鲁所败于世纵兵字 木匣十门两道来寇五威天水安定京城上郡红化 延安六处近天子镇怒下赵曰 网者未到衰弊或南乡寻州抗衡分割诸夏突厥 之鲁据通二国州人东绿孔好之声是西鱼据州交 之后为鲁翼轻众国族安为非徒并有大敌之幽司简一边 之房杰申明之力攻其来往清浮库之才弃于沙漠华夏 之地实为牢扰游妇捷包风树杀害利明无岁月而不有也 恶机或迎非止今日镇受天明命子玉万方敏城下之牢 除济网之必以为后脸兆树多会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 为天帝之意非帝王之道劫之以礼部为须费沈瑶伯父 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刺将士习道路之名物于根之 清边至圣陈策在心凶丑于暗卫之身指将大定之日比 战国之时臣习世之交结金时之恨尽者尽其朝枯具犯背 边镇分至军旅所在妖杰望其身入一举灭之而远镇篇 师逢而催俭未及南上巨已奔北应显染恶过半不归 且比取帅其数反武昆记珍藏父书相猜外是弥逢内乖 批据1337 新富士行暴暴虐家法残忍东宜诸国禁邪丝绸熄熔群长 皆有夙愿突厥之北弃丹之徒切磨牙长四旗便打头 前宫九全旗后于田波斯一达三国一时级盼杀波略进去 周盘其部内薄姑树哥罗寻一番洞往年利基查大为高 袜蛇所破缩皮射又为歌之客汗所杀与其为灵皆怨珠角 部落之下净存名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气血腐心贤卑 几恨元首方族皆人类也有益于此更切正怀彼的旧真 妖作年将一记乃为人与人作神颜云其国王弃而不 见美东雷阵处的火生种类资给为集水草去碎四十 竟无与雪川枯黄豹会木梢竟机翼死亡人处相伴旧居 之所斥地无一迁徙莫难偷存鬼客丝盖上天所奋屈久 辅幽明和弃今也其时故选将至兵营良具甲义士分 发壮夫四分愿取明王之首斯踏禅于之被云归物吉部 可蜀也东及沧海西境流沙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重更 朔也之追灭望天涯而易扫此则望辉所说其游舍雍何敌 能贺远不服但黄王旧祭北至幽都荒霞之表闻鬼所 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名不忍皆杀无劳兵阁远归明海 朱将经行一间寒欲有将者那有违者死欲书方背其 拥义放听覆就广辟边境沿至观塞使其不敢难忘永福 微行卧谷习风赞劳中意至欲以敌意在似乎何用世子 之朝宁劳为乔治败普告海内之阵一焉 于是以河间王红上驻国斗卢记斗荣定左蒲舍高炯 又蒲舍于庆则并为元帅出塞及之沙波略绿阿波滩汉二可 汉等来巨战皆拜走顿去使鲁基胜不能的始于是粉骨为 梁又多灾意死者及重计而煞波略以阿波消汉记之音 其先归习及其不大破之沙阿波之母阿波海魔所归西 奔达头克汗达头者明殿绝煞波略之从父也就为西面可 批据1338 汉记而大怒浅阿波率兵而东各洛归之者将十万其碎语 沙波略相公又有贪汉克寒素木于阿波沙波略夺其重而废 知贪汉王奔达头沙波略从地地情查别统部落与沙波略有 细父以重判归阿波联兵部以各遣十亿却请和求援上 皆不许会千金公主上书请为一子之力高祖遣开辅徐平和 始于沙波略晋王广时镇并周请因其信而臣之上不许杀 波略浅史智书约成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盛天 子依利据卢舍末和史波罗克寒智书大随皇帝使人开辅徐平和 至辱告言语据文也皇帝是妇妇即是翁此事女夫即 事而立两境虽书情亦是亦经重轻就子子孙孙乃至 万事不断上天为阵中不为父此国所有养马都是皇帝处 身比有增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也高祖报书约 大随天子遗书大突厥伊利据卢舍末和沙波略克寒的书之 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波略富翁今日看沙波略供儿子不 既已清旧后一场史之外经特别遣大臣于庆则往彼看女妇 看沙波略也沙波略成兵列其宝物作见庆则称并不能 其且约我父博以来不向人拜庆则则而遇之千金 公主司卫庆则约克寒豺郎姓过与真江人掌孙胜 说遇之涉徒辞区乃顿嗓桂寿书以待与首季而大残 其群下阴香聚痛哭庆则又浅称臣沙波略为其属约和明 为臣报约随国称臣由此称奴尔沙波略约的 作大随天子奴于菩舍之力也赠庆则马千匹并已从内期 知 时沙波略即为达头所困佑东魏契丹浅实告及请将部 落渡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赵许之赵进王广以兵源之给 以依时次以车浮鼓吹沙波略婴儿及阿波破秦之儿阿拔 国部落陈虚略其妻子官军为及阿拔败之所惜与沙波略 批据一千三百三十九 沙波略大喜乃利约以契为戒因上表约 大突厥伊利巨卢社使波罗墨和克汗 城社图言大史上书有 蒲舍于庆则致福奉诏书兼宣辞指养为恩信之者于九月 明徒之父赫不能达谢福为大随皇帝之有四海上弃天心 下顺明望二一之所父载七要之所照灵末不为之来兵回 守面内十万世之以盛千年之意祈求之古席为史文也 突厥自天至以来五十余载宝有沙漠自王藩于的过万里 世马一束恒利兼容以抗礼华夏再与北狄墨语为大倾 者气后清和风云顺续亦以华夏其有大盛心烟矿经被沾得 亦人话所及礼让之风自嘲满也切以天无二日土无二 王福为大随皇帝真皇帝也其敢祖兵是显偷窃名号经 便敢目唇封归心有道屈膝积桑勇为帆腹虽腹难瞻未却 山川幽远北面之里不敢废诗经呆子入朝神马碎共 朝夕功臣为命世世至于销韧解变隔音从律习俗已久 未能改变和国同心无不嫌和不认下秦心目之志谨浅地 七儿臣哭寒珍等奉表已文 高祖下赵约沙波略称雄莫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 莫过于此网虽与何游是二国经作君臣变成一体情深 亦后正圣家之和天之修海外有结起正宝德所能致辞 以赤有私塑告交妙以普般天下显史之文字是赵达诸事 并不称其名以知其妻可贺敦周千金公主赐信阳世边 知蜀吉改封大义公主策拜哭寒珍为驻国封安国公宴于 内殿引荐皇后赏劳胜后沙波略大悦于四岁时共不绝 七年正月沙波略浅其子入共方物殷勤于恒代之间有 许之人浅人赐其九十沙波略律部落在拜授赐沙波略一日 首沙路十八头尾蛇以孩质子和正其崖障为火所烧 沙波略略二之月于尔促上为沸潮三日浅太常调祭焉赠物 批之一千三百四十五千段 出涉徒以其子雍于驴姓彭仪另立其地叶护处罗侯雍 于驴浅使赢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约我突厥字目干克汗 以来多以地带凶以树夺狄狄师先祖之法不相敬畏辱 四位我不但拜辱也拥于驴又浅使为处罗侯约书与我 复共根连体我侍之业宁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之业令 叔父之尊下我卑至幼王复之命岂可费忽怨疏无遗乡 让这五六处罗侯尽力是为业护克汗以拥于驴为业护浅 史上表言状上刺之鼓吹翻其处罗侯长一楼被眉目疏朗 永儿有谋以随所赐其鼓西真阿波敌人以为的随兵所著多 来降赴岁申请阿波继而上书请阿波死身之命上下其意 左仆社高炯敬曰骨肉香残教之度也存养以示宽大 上曰善炯因凤伤敬曰自宣远以来勋周多为编幻 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世正谷为文臣赶在拜上寿 其后处罗侯又西真中流史而促其中奉拥于驴为主事为 邪家师多纳都兰克汗拥于驴浅时意却次悟三千断美岁浅 史朝贡时有刘仁阳亲王入突厥中六云彭国公流场与语文室 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边兜兰直清以文并共博步于郊 其帝亲与社部落强盛兜兰济而及之斩首于正齐年前齐 母帝入弹特勤于田玉帐上败入弹为驻国康国公明年 突厥部落大人相律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 寻遣使请原编制是与中国贸易赵许之 平臣之后上以臣书宝平封赐大义公主主心恒不平音 书平封为师续臣王自祭其词约盛衰等朝暮世道若福 平荣华时难守持台中自平富贵金河在空室写丹青碑 九恒无乐贤歌剧有声于本皇家子漂流入鲁亭一朝赌城 拜怀抱忽纵横古来贡如此非我独声名为有名军区 批据一千三百四十一 偏商远价情上文而恶之里赐易宝公主赋予西面突厥泥 立刻含连结上孔其为便将图之会主与所从胡思通应发 其是下诏废备处之孔兜兰不从浅其张公牛红将美计四人矣 但之时杀波略子约染干号突厉克汗居北方浅使求婚 上令陪举为之约杀大义主者方许婚突厉以为然 附赋之兜兰因发怒碎杀公主于杖兜兰与达头克汗有戏 树香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 十七年突厉浅使来逆女上舍之太长教席六礼妻以 宗女安逸公主上遇离建北一顾特后其礼浅牛红苏薇 狐绿孝亲相继维使突厥前后浅使入朝三百七十倍突厉本居 北方以上主之故南喜度经就正希赖幽后拥于吕怒约 我大克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穗绝术为编换时 八年赵蜀王秀出灵周到以及知名年幼浅汉王亮为元帅 左蒲舟高炯绿将军王妾上驻国赵仲亲并出朔周到又蒲舍阳 肃绿驻国里彻寒森寿出灵周上驻国燕荣出幽周以及知 拥于吕与殿爵举举举兵攻染干净杀其兄弟子直岁渡和入魏周 染干业以武其羽随使长孙圣归朝上令染干于拥于驴使者樱头 特情相辨解染干辞职上乃后代之拥于驴帝兜宿六七七 子羽突立归朝上加之斥染干于兜宿六出蒲烧烧书以保 勿用为其心下六月高凡阳宿及殿绝大破之百染干 唯一力争斗启明克韩华言义致见也启明上表谢恩曰 臣继蒙树立赋改官明昔日艰辛经西除去奉事至尊 不敢违法上于朔周驻大力臣以居之事时安逸主以促上 以宗女亦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慎重拥于驴又及之上附令 入赛拥于驴侵略部以迁于河南在下慎二州之间发图 绝欠数百里东西聚和敬为其名畜牧之地于世遣越国公养 宿出灵州行军总管韩森受出庆州太平宫十万岁出燕州大 批据一千三百四十二 将军摇变出河州以及兜兰师为出塞而兜兰为其麾下所杀 达头自立为布加克韩其国大乱浅太平宫十万岁出朔州以及 知欲达头于大金山鲁布战而顿追斩首鲁二千余人进王 广出灵州达头顿逃而去寻遣其弟子四立法从弃东宫起名 上右发兵柱起名首要路四立法退走入弃起名上表辰谢约 大随圣人莫缘克韩连养百姓如天无不父也如得无不宰 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福并将部落归头圣人克韩来也或 南入长城或驻白道人民养马便满山谷染干辟如枯木种 起枝叶枯骨众生皮肉千万事长羽大随点羊马也 仁寿元年代州总管韩红为鲁所败于恒安废为树人兆 阳肃为云州道行军元帅律起名北征胡靴等诸姓出赋于起名 致逝而叛肃军河北直突厥阿乌斯利四经等难度略起名南 女六千口杂处二十余万而去速律上大将军梁莫清其追之 转战六十余里大破四经西的人处已归起名夙又遣驻国章 定和领军大将军留身别路邀集并多展而还兵纪渡河 贼富略起名部落宿绿票其犯贵于枯竭谷东南奋及富破之 追奔八十余里士岁尼利克汗及夜户具备铁勒所败不加巡 一大乱西五部内喜部加奔土欲魂起名岁有其重岁 浅朝拱 大叶三年四月阳帝信于林起名及一臣公主来朝行宫 前后马三千匹帝大跃次物万二千段起名上表约以 前圣人先帝莫元克汗存在之日连臣次臣安逸公主种种无 少短尘种莫为圣人先帝连养成兄弟度恶相共杀臣臣 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的十亿圣人先帝言语 投命去来圣人先帝建臣大连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前 臣座大客汗座者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具作百姓也 至尊经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座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 批据一千三百四十三 十五少短尘经意想圣人及至尊养活是具奏不可敬并至尊 圣兴理在陈经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克寒臣即是至尊臣明治 尊连臣时起义大国服侍法用一同华下陈经律部落敢以 上文福愿天词不为所请表奏地下其义公卿请依所 奏地以为不可乃下赵曰先望建国以下书逢君子教 明不求变俗断发文身贤安其信瞻求会福各上所宜 因而立之其道红以何必化诸消任迷以长因其遂性之志 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即便要荒之叙述类区别迷 见天的知情人书达启明以为弃北魏竟游须征战旦 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地法驾遇千人大账想启明吉 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旗下各有差付下赵 约得何天帝父载所以浮浅公格区与申教所以祭 至于梯山航海请受振朔习官姐便同彼承明是故王会 纳共一张前策呼喊入城呆以书里突厥毅力争斗其名可 汉至怀审议是修藩直往者挺身为南拔族归人先朝家祠 款承受以挥号资其甲兵之众收其破灭之余 赴四于继王 知国既绝于不存之地司故失君亭欲则见要荒者以正义 薄德之凤灵命司拨远游光荣经叙事已清寻朔也辅宁 翻幅起名身为诚心入奉朝静律其种落败首宣持延年 单款粮以加上怡龙荣树是幽痕点可赐路车程马骨 吹翻其赞败不明位在诸侯王上帝清寻云内三赤金 和尔东北信启明所居启明奉商上受贵福圣公帝大跃 副师曰陆赛红其助亭翠缅回瞻帐望风举穷炉向日 开呼寒顿嗓制图其接种来所遍秦山肉违背酒杯盒 如汉天子空上蝉于台帝赐启明及主经各一级衣服被 入境采特情以下各有差先是高斯通使启明所启明推 陈奉国不敢引进外之交世日将高使人见赤令牛洪轩 批至1344 只为之约正已启明陈兴奉国故卿至其所明年网捉郡 而还日语高王之以早来朝物字一句存欲之理同 于启明如或不朝必将启明寻行彼土使人甚聚启启明人 互从入赛制定相照令归番 明年朝于东兜里赐亦后世岁及终上为之费朝三 日历其子多吉士士为史克汉表请上公主赵从其俗 十一年来朝于东兜其年车架避暑凤阳公八月十日 其种落入寇为帝于燕门照朱俊发兵复行在索元军方制 使引去游士朝贡遂决明年复寇马一堂公以兵及走之 随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岁大强盛士林中下营销黄 后至于定香薛举斗见德王室冲流五周梁师兜里 鬼高开道之徒虽见尊号皆北面称臣寿其克汉之号使 这往来相望于道也 西突觉 西突觉者穆干克汉之子大罗便也与沙波略有戏因分 唯二见以强盛东聚兜经西岳金山兹铁乐依无极 西域诸湖西复之大罗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央素特勤之子 是维尼利克汉族子达曼利昊尼决处罗克汉其母相氏 本中国人身达曼尔尼利促相氏又驾其帝婆时特勤开黄墨 婆时共相氏入朝域达头乱岁流金师美舍之鸿卢四处罗 克汉居无痕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克汉分统所部 一在十国北义至诸湖国义居滋北其地名印缩官有四 发言洪达以平义国事自于与东国同美5月8日相聚 既神遂浅重臣向其先氏所居之枯至济焉 大叶初处罗克汉服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公 大为铁勒所败时门侍郎培举在敦煌影至西域文国乱赴 之处罗斯其母士应奏之阳帝遣司朝夜者崔君诉书未遇之 批据1345 处罗胜据受赵不肯起君诉为处罗约突厥本一国也中 分为二字相仇敌美穗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 其名与处罗国其是敌尔经其名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成天 子圣有丹臣者和也但已切恨克汉而不能独至顾悲是天 子已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克汉而百官赵树贤请许之天 子浮为师出有日已顾克汉母相是本中国人归在京师 处于宾馆文天子之兆据克汉之灭但细手却哭泣悲哀 是以天子连焉为其措策向夫人又匍匐谢罪殷请发誓一兆 克汉另入内属其家恩里同于其名天子从之故遣时道 此克汉若称番败赵国乃永安而母的严寿不然者则向 夫人为狂天子必取鹿而传手鲁亭发大随之兵资北藩之 众左提幼妾以及克汉死亡则无日以奈何习两败之礼 较慈母之命令一句称臣丧凶奴国也处罗文之决然而 其留替在拜贵受赵书君诉又说处罗曰其名内父先 帝家之赏资及后顾至兵强国赴金克汉后赴予之珍宠 虚身杰于天子自表至成绩以道远未得朝近一立一功 以名臣杰处罗曰如河君诉曰土欲魂者起名 少子莫赫多舍之母家也经天子又以亦成公主妻于起名起名 为天子之威尔语之绝土欲魂亦因汉汉故之共不休克汉弱 请诸之天子必须汉及其内克汉弓其外破之必已然后 身自入朝道路无祖因见老母不亦可呼处罗大洗碎 浅室朝共 帝将西受六年浅室遇使为结兆处罗金与车架会余大 豆拔古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地大怒无辱 知何事会其酋长社会浅室来求婚陪举音奏曰处罗不朝 事强大尔臣请以既若知分裂其国籍意志也社会者兜 六知子达头之孙氏为克汉均临西面经文其失职复利 批据1346 于处罗固遣使来以结缘而怨后礼其使败为大克汉则 突厥是分两从我以帝约公言是也应遣陪举朝夕 至管为讽裕之地于人封殿照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 社会友好心无将立为大克汉令发兵诸处罗然后为婚也 帝取陶竹百语建一之以赐社会因为之约此事疑速使及 如见也使者返路经处罗处罗爱见江流之使者绝而 得免设溃文尔大喜新兵夕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江左 右树千骑东走在路又被截略顿于高昌东宝石罗曼山高 昌王伯雅上壮帝浅培举江向世青要左右持至玉门关进昌 陈举浅向世实义处罗所论朝廷弘扬之意丁宁小玉之遂 入朝燃美有样样之色以七年东处罗朝于陵朔工地享之 处罗积首谢约陈总西面珠帆不得早来朝拜经参见迟晚 罪则即深沉心理耸惧不能到境地约网者与突绝乡 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即清与一家无阵皆遇存养时 遂性灵譬如天上只有一个日照灵末不宁铁若有两个三个 日万物何以的安比者一支处罗总设事凡不得早来相见 今日见处罗怀抱豁然欢喜处罗亦豁然不凡在意名 年元会处罗上授约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为有 圣人克汗今世大日愿圣人克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照 留其类若万语口令其地达渡官目续会凝聚处罗从真高 四号为何萨纳克汗赏赐圣后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 四景彩袍千聚彩万匹地将赴其故地以辽东之义故卫皇 也每从寻幸将都知乱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 诗为北藩突厥所害 铁乐 铁乐之先匈奴之苗义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 山谷往往不觉独落河北有蒲古铜锣维哥把也辜负 批据1347 罗并豪四金蒙尘土如歌斯捷魂胡靴等诸性圣宾可 二万一无以西烟旗至北邦白山则有气必薄落之以 细苏婆纳河乌延环歌谷也细于尼延环等圣宾可 二万金山西南有薛颜陀西勒尔石盘达契等一万余 兵康国北邦阿德水则有赫系和盛波乎比干巨海 和比西和挫苏拔也未可达等有三万许兵的遗海东西 有苏陆杰三所燕灭醋龙乎等诸性八千余福岭东则有 恩区阿兰北入九黎福瓦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拨 等虽姓氏个别总位为铁乐并无均长分属东西两突厥 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疑人性凶忍善于其涉贪婪有甚矣 寇超为深境西洋者颇为一直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 东西征讨皆资其用已至北荒 开黄墨镜王广北征纳起名大破布加克汗铁乐于是 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克汗及铁乐珠布后税敛其物有 猜忌薛岩陀等孔为变穗及其魁帅数百人进珠之游是一时 反叛巨处罗税吏四吏发四经气壁戈伦为义物真莫何克汗 居贪汉山附利薛岩陀内四经字也系为小克汗 处罗克汗祭拜 莫何克汗使大莫何永逸绝伦胜的众心为邻国所诞一无 高昌烟其诸国西复之 其俗大抵雨突厥痛为丈夫婚便救妻家呆乳男女 然后归舍死者埋病之此其也大业三年前使共方物 自恃不绝云 西 西本约库墨西东部湖之种也为慕容是所破遗落者窜 逆松墨之间其俗胜为不洁而善设好为寇超出成余 突厥后烧强盛分为五部一约汝歌王二约墨赫福三约 契各四约木昆五约市的每部四金一人为奇帅随竹水草 批据1348 颇同突厥有阿惠事无不忠为圣诸不皆归之美与弃丹香 攻击鲁财处婴儿的赏死者已为宝果施玄之术上字 突厥称番之后一浅使入朝或通或绝罪为无性大业时 遂浅使共方物 契丹是为 契丹之先与库墨西种儿同类并为慕容是所破俱窜 与松墨之间其后烧大居之北树百里其俗婆与瓦蛇 同号为寇道父母死而悲哭者已为不壮但以其失致于山 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儿焚之鹰类儿著约冬月 石像阳石若我设时使我多得诸鹿其无礼玩银鱼 株移醉胜后卫时为高所清部落万鱼口球内附止于 白皮和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计于高开黄四年律 株莫赫福来夜五年西其重款赛高祖纳之厅居其故地 六年其株不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亲高祖使使则让 知其果浅时亦确顿嗓泻醉其后弃丹别不出福等倍高 律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可西纳邪之北开黄末其别部 四千余加倍突厥来将上方与突厥和好众师远人之心悉令 给良环本赤突厥福那之故此不去部落见众岁北喜竹水 草辽西镇北二百里依托哥沉水而居东西更五百里难 北三百里分为十步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竹寒暑随水 草叙木有征伐则求帅相与一只心兵冻众和福气突厥杀 波略克汗浅土屯攀疊统之 士为契丹之类也其难者为契丹在北者好士为分为 五步不相总义所谓南士为北士为波士为深莫达士为 大士为并无军长人名平若突厥长以三土屯总领之 南士为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施之下则移向西北带博 欠队二山多草木饶情又多文瑞人皆朝居已必其换 批据一千三百四十九 剑分为二十五步每步有余莫辅蛮多有求掌业死则子地带 立四决则则嫌豪尔立之其俗丈夫皆被发妇人盘发衣服 语气单同胜牛车取除为乌如突厥 沾车之状度水则树心 为伐或以皮为周者马则之草为坚洁 沈为配请则驱为乌以驱除腹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边目为及妇女皆 报夕而作弃后多寒田收盛宝无羊少马多猪牛造酒 诗诞与袜舌同俗婚嫁之法二家乡许续折到妇将取然 后送牛马为拼更将归家呆有生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 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鹏人死则致师其上居 丧三年年为四窟齐国五铁渠给余高多雕 南市为北行十一日至北市为分为九部落绕土歌山而居 其部落区帅好奇隐莫赫多美部有莫合福三人以二之气厚罪 寒雪深眉马东则入山居土屑中牛处多栋死饶路 设为物食肉依皮凿冰煤水中而网设于的多鸡血 巨献坑井其木儿行俗皆补雕为夜观以胡莫依以鱼皮 又北行千里至波市为一湖布山而住人众多北市为 不知为几部落用化皮盖乌其余同北市为 从波市为西南四日行至深莫达市为阴水为号也冬月 血居以避太阴之气 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市为尽露贤祖语言不通由多雕 及亲属 北市为史浅史贡于无智者 史臣约四移之为中国幻也就以北地游圣烟种落实凡 别雄边塞年代狭妙飞一时也五帝之士则有勋周燕齐 再三代则显云烟带乎两汉则匈奴奴图典五则乌 完仙碑烟后卫及周则如如突厥烟此祈求豪香祭乎 为君长者也皆以序幕为夜清超为资书来呼网云飞鸟集 批据一千三百五十 智谋之士义和清于庙堂之上者冲之成论奋及于赛源之下 然是无恒规权无定是清书因其强弱服盼在其胜衰衰则 款赛顿嗓胜则弯攻扣略屈身太强弱相反正硕所不及 官代所不加为历世事不顾蒙世至于墨乡就让交霞平临 和清约结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使论之辈已故不祥而揪焉 即如如衰为突厥时代至于木干碎雄朔也东及东湖就近 西境乌孙之地弯攻树十万列处于戴因南向以灵州 二国末之能抗争请蒙好囚结合清乃宇州和从中亡国 高祖千顶绝图孔赤富其重力将倒秦交内自相图碎以 乖乱达头克汗远顿其名愿保塞下于是推王故存反其咎 得助讨于境不重碎强足于人寿不清不叛计忽实 为亏陈李扬帝府之非道使有燕门之为而属群道并兴于 此境乙雄胜豪结虽见名号莫不请好习名于是分至官司 总统中国子女玉伯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皆者自古 翻移交见卫有若思之圣也及圣者应其扫除分坤暗于时 便由怀吕巨律其群丑吕徽庭张惨悔我云带摇荡我 太原似掠于金阳引马于魏锐圣上其谋前运神机密洞 遂使百世不羁之鲁一举而灭汉海亭之地为九州幽兜 穷发之名利于边户时帝皇所不及书气所未闻有此言之 虽天道有甚衰异人士之公桌也加以为而服事有而服居 泪天地之寒荣同阴阳之话玉思乃大道之行也故无德而称 焉 批据一千三百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 夫销行天地人称最灵以其之父子之道时君臣之意 夫情者也传约人身在三世之如依然则君臣父 子其道不疏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故约君由天也天可愁忽是以有罪归行见 为寿命节中贞以历节不灵难而苟免故闻其封者怀夫康 凯迁在之后莫不愿以为臣此其所以身容死哀取贵前辙 这已至于尾之策明代清世露出寿心旅之计人身为我之 谋身处击横似赵高之间鬼是和犬宠行王莽之节逆生 灵之所愁及犬使不实其余虽见舍乌公张碧朱之性酌观 焚谷骨名窟窝之旧可以成夫济往卫族生借将来席孔子修 春秋而乱成贼子之巨亦使之囚明不得欲盖而张者也 经故正其罪名已关于偏手术后之君子建作者之一焉 宇文化级帝制级司马德堪培前通 宇文化级左翼卫大将军术之子也信凶险不寻法度 好称肥邪但持悟道中游市长安慰之亲伯公子杨帝为太子 时长领迁牛出入卧内类千至太子朴树已受纳或会在 三免官太子必逆之鹅而父只有以其帝是及上南阳公主 话及由此意交出公卿兼言辞不逊多所灵力见人子女狗 马真丸必请脱囚之长预途犯者由已归其立阳帝即位 拜太铺少清盖世救恩贪茂由盛大业出阳帝信于灵化 即与帝至极为禁与突厥交世帝大怒求之数月还至清门外 批至1352预斩之而后入城解一变发以公主顾九之乃是病至极病 四数为奴术轰厚后阳帝追忆之岁起化即为右屯位将军至 即为将作少奸 事实里密聚落口阳帝聚留怀左不敢还都从驾消果 多关中人九克积履见地无稀一谋预判归十五奔狼将司 马德勘总领消果屯于东城封闻兵士预判位之省浅校尉 原武达应问消果之其情因谋够逆共所善五奔狼将原理 执格陪钱通互相删或约经文陛下欲助攻丹阳士不海矣 所不消果莫不思归人人偶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必下信 既恶文兵走极孔先是见诸经之而不言其后事发佑 足灭我以进退为路将如之和钱通约上时而成为 公优之德堪位两人约我文官中献莫礼笑长以华应判 陛下收其二帝将尽杀之五等家属在西安的五此律也 钱通约我子弟已壮臣不自保证孔弹目及诸记五所出 得堪约痛相忧共为记取消果若走可与拒去 钱通等约成如公言求生之记五以一词因地相招诱 又转告内史社人缘敏羊狼江梦丙扶狼李妇牛芳玉 职场许红人薛良辰门狼唐凤义依正张凯等日夜巨博 约为文景之交情相款逆言无回避于坐中哲论叛计并乡 然许时李孝直在禁令销果首之中外交通所谋一及兆 行书者乐人之子家具万仙交至极勋士阳士懒者语 闻生二人同告至极至极肃狂被闻之喜及共见得堪其 以三月十五日举兵同判劫十二位五马鲁略居人才误解 西规至极约不然今天时丧随英雄并起同心判者 以数万人阴行大事此地王爷也得堪然之行书薛良 请以化吉为主相约既定方告化吉化吉姓本奴妾出文大 巨色洞流汉九之乃定 批据1353 一年二年三月一日德勘预宣言告众孔以仁心为一根 思绝诈以邪消果为许红人张凯约军是良一国家认识 出言或重重必信军可入被申辅告使者言必下文说 肖果预判多酿毒九英响会进阵杀之毒与男人留此红人等 宣布此言肖果文之地相告与谋判于及得堪之计计行 遂以十日总照顾人欲以所为众皆扶约为将军命其 夜奉一主必成门乃与前通乡之珠门皆不下药至夜三根 得堪于东城内及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地闻有声 问世何事前通违约草房被烧外人就火故喧嚣而 中外阁决地以为然梦炳至极于城外的千余人结后卫武 奔逢普勒贡布兵分桌锅下街向至五根中得堪受前通兵 以幻诸门为是前通因自开门领数百旗至丞相殿杀将军 独孤圣武奔狼将元礼遂引兵进突卫者接走前通进兵牌 左阁耻辱涌向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 在西阁从网直帝帝位前通曰清非我故人呼和恨而 反前通曰臣不敢反弹将士司归奉陛下海经师而 帝曰与辱归前通因勒兵守之志但孟炳以假其淫 华吉华吉未知事果占力不能言人有来业之者但低头举 安达云罪过时是及在公主地府之之也至及浅家同 庄桃树就地杀之桃树不忍执意至及久之乃见事华吉至 城门得堪营业引入朝堂号为丞相令将帝出江兜门以示 群贼英妇将入遣令狐行达氏帝于宫中又直朝城不同几者 数十人及诸外妻无少常害之为留情孝王子号立以为帝 十余日夺江兜人周籍从水路西归至险福宫宿宫梦才 折冲延江省光等谋及化及反为所害化及于是入聚六宫旗 自奉阳亦如阳帝故使美于帐中南面端座人有白是折磨 然不对下衙时方收取其状供奉一方玉良凯等参决 批据1354 知行至徐州水路不通附夺人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工人 珍宝齐哥甲荣汽西令君是父之道远皮及三君使愿得 堪师望切未行书约君大谬误我经拨乱必及阴贤 化及雍暗君小在侧氏将必败若之和行书约在 我等尔废之河南因共礼本宇文导师尹正卿等谋以 后君万余兵袭杀化及更利得堪为主红人之之密告化及 竟收补得堪及其之党时余人皆杀之引兵向东郡通守王贵 以陈将之 原文都推阅望动为主拜礼密为太位令及化及密浅徐 既距离阳仓化及渡河宝离阳县奋兵为寄密必清其语 既以风火相应化及美攻仓密折引兵就之化及树战不利 其将军于洪达为密所勤颂于洞所获烹之化及梁境度勇 既取与密决战于铜山岁入及郡球军梁又浅使考略东郡历 明以泽米塑王鬼愿之以成归于里密化及大巨字及郡江 律众徒以北诸州其江城制略律令南萧果万余人张同而律江 东萧果树千人皆叛归里密化及上有众二万北走位宪章 凯等与其江城博谋去之事绝为化及所杀父兴烧进兵士 日促兄弟更无他忌惮但相聚憨艳奏女乐最后应由至极 约我出不知有辱为济强来立我今所向无臣是马日 散复杀主之名天下所不纳经者灭族岂不有辱忽持 其两子儿弃至极怒约是节之日都不自由及其将败 乃欲归罪何不杀我已将见得兄弟树香斗戏言无掌有 醒而复引以此为恒其众多王字之必败话及探约人 身故死岂不一日为帝呼于世镇沙号建皇帝位于魏县 国号许建元为天寿属至百官公园宝藏于魏周四寻不可 反为所拜王师千余人乃东北去辽城江昭邪海驱诸贼时 浅世集迅纪北囚窥想大唐浅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并昭化 批据1355 集话集不从神通进兵为之时于日不刻而退斗见得惜众 公之先是周贼帅王宝文齐多宝物诈来头附话集信之 与共居守至世宝隐剑得入城深情话集西鲁其众先之 至集远武达梦丙扬氏兰许红人皆斩之乃以剑车载 化集之和坚树以杀军之罪并二子陈基臣只皆斩之传手 于突厥义成公主肖于鲁廷市集自继北溪归长安 至集幼顽凶好与人群斗所共游处皆不逞之徒相聚 斗鸡席放狗出以副公赐绝蒲阳郡公真迎丑惠魔所不 为其妻长孙度而告树树虽为隐而大愤之欠戒之谦 必加边追帝是即是上主又轻忽之为化即美是淫护负载 三欲杀者就免之犹是颇相轻逆碎劝化即遣人入藩思为 交易是发诸数独阵至即罪恶而为化即请命帝因两 事数将死抗表言其胸薄并且破加帝后私数受至即将 作少奸其将都杀逆之士至即之谋也化即为成相以为左 蒲舍领十二位大将军化即剑号封王斗剑得破辽成 而斩之并其党时于人皆报施消首 司马得堪服封庸人也复原千世周围都督得堪又孤 以图使自己有桑门是灿通得堪母和嗜岁辅教之音解书 即开皇中为是关键千至大都督从阳诉出讨汉王亮冲 内营左右竟止便辟郡便多兼忌诉大善之以熏寿以同三 司大业三年为羊郎将从讨辽左近为正义大夫千五 奔郎将羊帝胜逆之从至江都领左右被生肖果万人淫于 城内因随莫大乱乃绿销果谋反羽在画集市中纪扬帝 与其党孟炳等推画集为丞相画集首封得堪为温国公益三千 护家光路代辅人统本兵画集一圣祭之后数日画集数 诸江分配氏族乃以得堪为礼部尚书外事每千十夺奇兵 也由氏奋愿所赏物揭露于至极至极为之言行至徐州 批至一千三百五十六 舍州登陆令得堪江后军乃语照行书里本引正清语文 导师等谋习画集遣人始于孟海公结为外注千言未发矣 呆时报许红人张凯之之以告画集因遣其帝是极阳为游 至于后军得堪不知事露出银参业因命职之并其 与画集则之约与公路立共定海内出于万死经史事成 愿得同首富贵公佑鹤为返也得堪约本杀昏主苦其 独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悟情不已也画集步 对命宋至木下义而杀之时年三十九 陪前通和东人也出阳帝为晋王以亲信从梢千至 监门校卫阳帝即位着旧左右寿宣会为千监门职阁类 从真义至通义大夫与司马德堪同谋作乱先开公门旗帝 丞相殿沙将军独孤圣秦帝于西阁画集以前通为光路大夫 举国公画集引兵之北也令正徐州画集败后归于大唐 即受徐州总管转城周刺始风长蛇难寻以随朝杀逆之罪 除名喜于领表而死 王氏冲断达 王冲自行满本西御人也祖之腿如喜居心风腿 如死其其少寡语以同王灿也和申子曰灿岁那之矣 为小妻其父收幼孤随母驾灿岁而养之阴姓王氏冠 至怀便二州长使冲卷法柴深审猜多诡诈颇亏书传由 好兵法小策推不迎虚然为常为人言也开黄中为左翼 为后以军功拜以同寿兵部员外善夫奏明习法律而武 弄闻莫高下其心或有伯南之者冲立口是非辞义风起 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称为名辩阳帝十类千至江都俊臣 十地树性将都冲善后人主颜色阿余顺指美入颜世地善 之又以俊臣岭将都攻兼乃雕士池台应奏远方真物以媚于 地游士亦逆之 批至1357 大夜八年随始乱冲内怀侥幸悲深李氏英杰豪俊 多收众心将怀奸人肃清汉又属到贼群起人多犯法有戏 欲抵罪者冲皆亡法出之以树斯恩及阳玄敢反无人诸谢 禁邻人管重启兵将难以应之自称将军雍众十余万帝遣将 军土万序于聚罗讨之不能克冲目将都万余人及平破之 每有克截必归功于下所军时皆推与士族身魔所授 由此人真为用功最居多十年郡贼帅梦让自长白山叩略 诸郡志须已有重始于万冲以兵拒之而雷师势若宝兜 梁山为武诈相持不战后因其卸持出兵分及大破之臣 圣禁灭贼让以数十其顿去斩首万人六处军资莫不尽 地义冲有将帅才略使遣领兵讨诸小道所向皆破之然性 脚伪诈为善能自勤苦以求生育十一年突厥为地鱼燕 门冲进八江都人将往复难在军中反首构面悲泣无度 小叶不解甲及草而卧地闻之以为爱己异性认之 十二年千为江都通首十燕四人格千为道数年兵十余 万在斗子中冲率师破斩之威震群贼又吉卢明月破之 于南洋斩首数万鲁吉多后还将兜地大月自职杯酒 以赐之时冲又知地好内乃言将怀良家有美女并愿备后停 无由自禁地于喜阴密令月是诸女资直端合法乡者取 正库即印入金物以拼那之所用不可胜记账上云赤别用不 显其时有何异者则厚赏充或不忠者又倚赖之后令以 传颂东京而道路贼启使者苦意于怀寺中审传逆之者前 后时述或有法漏充为密之又聚简月以恭敬事后意见清 密 逾离密攻陷新落仓进逼东都关军术雀光路代付陪人 机以五劳将于密第二支大发兵将讨烟发中罩浅冲为江 军于落口以聚密前后百余战护有胜负冲乃引军度落水 批据1358 批据1358 逼苍城里密雨战冲拜祭父水逆死者 万余人拾天寒大雪 兵士忌度水衣皆沾施在道洞 死者又数万人比至和阳财 以千数冲自细欲请罪月望洞遣 使舍之兆令还都收和王 散赴的万余人屯于寒家城中不敢付出 宇文化及沙地于江都冲于太府清原文都将军皇府无以 幼斯郎鲁楚奉动为主动以冲为吏部尚书封正国公及动取 原文都鲁楚之谋拜李密为太 为尚书令密遂称臣赴以 兵据话及于李阳浅史告捷众接约冲独为其挥下诸将曰 文都知被刀比利尔无关其事必为李密所情且无君人 美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以多一旦为之下无属无类 以出此言以激怒其众文都知而大聚与楚等谋将应冲 入内府甲儿杀之其有日以将军断达遣其女婿张志以楚谋 告知冲叶勒兵为功臣将军费药田是蛇等于战于东太阳门 外要军拜冲碎宫门而入无意以丹其顿走楚杀之 十宫门上必冲令寇门言于洞曰元闻都等于执皇帝将于李 密断达之而已告成成非敢谋反诸反者而闻都闻辩入 奉动于甘阳殿臣兵卫之令将帅臣臣以巨南兵败右闻 兜杀之动令开门以那冲冲兮遣人待宿位者乃入夜遁守 流涕而言约闻都等无状谋相图害是即为此不敢被国 动于之盟冲寻浅遣为截等讽动令拜为尚书佐蒲舍总督内 外诸军士又受其凶运为内使令入居境中 为己里密破化及海其进兵两马多战死士族皆卷冲 欲臣其必而及之恐人不依乃甲脱鬼神言梦见周公乃力 词于落水之上浅屋宣言周公御令蒲舍及讨离密有大功 不择兵皆亦死冲兵多处人俗性邀望顾出此言以惑之众 皆请占冲简炼金勇的二万余人马千余千吟于落水南 密军掩施北山上十密心得志于化及有青冲之心不设必雷 批据一千三百五十九 冲夜浅二百余其潜入北山浮溪谷中令军末马入石济而销 祿人奔马迟铃铃铃铭铭而浮溪秘出兵应之正味陈列而两军合 战其浮冰壁山而上前登北员成高下持压秘营营中乱 无能锯者及入纵火秘军大金而溺将其将张统而成志略 静下掩师初冲凶伟及子玄印随化及至东俊密得而求之于 陈中至士静之又直密长使丙原真妻子司马正前相之 母及诸江子弟皆辅慰之各领前呼其父兄兵次落口丙原 真正前相等举仓臣以印之密以述时其顿意冲吸收其重 而东竟于海南至于江西来归附冲又令为解讽动败为泰 为属至官属以上书省为其辅巡自称正王浅其江高略帅 师公寿安不利而炫又帅师公为古周三日而退明年字 称相国寿九西被误事后不朝动以 有道士环法寺者自言解图称充逆之法寺乃以孔子 必防记作丈夫持一甘以驱阳法寺云阳随姓也 干义者王字也居阳后 名乡国代随为帝也又取庄子人 兼士德充福二篇上之法寺是约上篇言是下篇言 充此即向国民以明德被人间而应服命为天子也充 大约约此天命也在拜寿之即以法寺为建议代夫充 幼罗取杂鸟书薄系其谨自言服命而散放之或有弹射的鸟 而来者一拜官绝技而废动于别弓剑及皇帝未建原曰 开明国号正大唐遣秦王律众为之冲平出兵战者不利 兜外诸臣相继将款冲窘迫遣使请就于斗剑得剑得律精兵 原知诗致武劳为秦王所破秦剑得以亦臣下冲将溃为耳 出诸将莫有应知者自知前窜魔所于是出将至常安危 仇人独孤修得所杀 断达五威孤赃人也赋言周朔周次使达在周年史 三岁席绝相原县攻击长身长八尺美虚然变攻马高 批据1360 祖为丞相以大都督领清姓兵长至左右极剑作为左职 类千车骑将军监禁王参军高智慧礼姬等之作乱也达律 众一万集定方除二周次兼千断千禁一通又破汪文静 等于宣州家开辅赐奴婢五十口棉卷四千段人受出台 子左卫复律大业初以翻抵之旧拜左翼为将军征土御魂 敬畏经紫光陆代辅帝征辽东百姓苦役平原其孝德清和 张经称等并聚众为群道攻陷成义郡县不能预地令打击之 术为经称等所措王师胜多诸贼清之号为断老后用书令 阳善慧之际更与贼战方至克节海经师以公事作免民 年帝征辽东以达留守卓俊而腹败左翼为将军高扬卫刀 而据众十余万字号立山非寇略验赵达律卓俊通首郭炫吉 败之于十道贼既多官军恶战达不能应积决胜为持众字 首顿兵溃良多无刻时皆为之为窃彭十二年帝信将 兜公赵达与太府清原文兜留守东兜里密聚落口纵兵侵略 陈下达与兼门郎将御武牙郎将获举律内兵出御之婆友 公迁左校为大将军王冲之拜也密附近距北忙来至上春 门达与叛左城郭文义上书为经出兵距之达建贼道不振 而走为密所成军大溃精梅于阵游士贼士日圣及帝崩 于将兜达与袁文兜等推越望洞为主属开府一同三司兼纳 阎丰丰臣国公袁文兜等谋诸王冲也达应告冲为之内应 即是发越望洞直闻兜于冲充胜得于达特剑崇众计破理 密达等劝越望家冲九西被误寻讽令善让冲剑尊号以达 为司徒及东都平坐朱妻子及眉 使臣约化及雍棚下财富恩类夜王冲都稍小气遭逢 实性巨蒙蒙奖着礼乐旧臣技术崩包之旗不能至身杰命 乃因立成变先徒干纪律群不惩直为乱皆把本赛元列 官慧免获公为荣守或轻行正读性申指路是切实凡天 批据1361 得所不容人神所同分故宵凶奎相寻租路舍使丑类 既种诸一块忠意于年垂窘借于来夜乌乎为人臣者可 不应见哉可不应见哉 批据1362 宋本元拔 随书自开黄人寿时王少转书八十卷以类相从 定为篇目至于边年寄传并却起体堂武德武年起居赦人 令胡德分奏请修武代使武代为良辰周随也 十二月照中书令封得以设人严施谷修随使年历属载 不就而罢征官三年续照秘书兼卫征修随使左仆设防 乔总监征又奏于中书省至秘书内省令前中书侍郎严施谷 给世中孔影达著座郎许静宗传随使真总之其物多所 损义物存简正序论皆真所作凡尘地纪五列传五十 十年正月人子真等义却上之十五年又照左仆设于智宁 太时令李淳峰著座郎为安人扶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 樊乐陈十至三十卷显庆元年五月及卯太尉长孙无忌等一朝 唐上静照藏密阁后又编地入随书其识别行亦呼为 五代史志按魏征本传征官七年为世中十年五代史 陈嘉光陆大夫进封镇国公俄请训为拜特进金珠本病 云特进又金吉至四卷读云是中正国公为真传无 祭传又云永辉三年史寿兆兼修仪时先以堪修无忌 因成书而进金祭传提以真至以无忌从众本所在也祭传 亦有提太子少师许静宗传案静宗传征官八年除著作 郎修国史千中书涉仁十年左寿红周司马朔三年 史拜太子少师与金禄年月官位不同一后人所亦防乔治 宁出并受赵佑李延寿传云被赵宇著作 左郎静波同修武 批剧一千三百六十三 代史至暗延寿征官三年宇延师古同被赤修随史其年以 内忧去执经诸本并不载乔等名为天文律例五行 三至皆纯丰独作五行至续诸本云主岁良作案本传位 长寿赵传书以止为一续经固略其名是天圣二年五月十一 日上欲要供奉兰元用奉传圣指径中随书一部复从 文愿至六月五日赤刹官教刊时命承受陈业体幼症 颜值使管张官等教刊官寻为度之判官续命见待之人 内出版是雕造 导致大数字之意 此外 导致大数字以下 克勿联想救期待 和言下 能订阅 感谢观看